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枪手一号 播讲白里图图断根 第551集 梁大傻微微一笑 您来之际 兵部尚书就再三地嘱咐我 路朝此人诡计多端 特别是战争开始阶段和结束的时候 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动作 我自知能力有限 无法与其在计谋之上应对 便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看来这一次我还是赌对了 曾县一看着前面仍然怒气的杜成浩 小声说道 杜军手心痛鱼羊的损失口不遮掩 还请杨军长不要见怪 不怪不怪 梁大傻叹了一口气 路朝这一手太毒了 杜军手心中难过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次鱼羊的损失太大了 哎 这个路朝还是阉人呢 对故乡同胞居然如此很多 有招一日落在我手里 定然要霸了他的皮 抽了他的劲 曾县一咬牙切齿地说 杨娜傻眉毛掀了一下 却没有作声 作为以前高远的亲卫 他很清楚 高远与路家的恩恩怨怨 对于陆超高远一直抱着歉疚的心理 如果陆超真有落到汉军手中的一天 只怕曾县一也无法实现今天的心愿 曾将军 陆超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撤退 官军长已经率军跟了上去 接下来我也要走了 这一次鱼羊遭了大劫 只怕接下来郡内的治安也不会好 你的军兵便要担起担子 不但要协助杜军手 久灾腐难 重振家园 还要恢复军内的治安 梁军长 尽管放心去吧 等杜军手冷静下来 我会告诉他真相 大军所需后勤 一定不会耽搁 杜军手是个明白人 不会在这种事上刁难我的 他即便自己饿肚子 也会保证我的军粮 不过杜军手是个读书人 有时候心不免软了一些 曾将军 现在鱼羊乱 所以也不妨用重点 震慑一下步伐之徒 这个我晓得 不仅是鱼羊的秦军在撤队 在魏国 秦军也开始了大幅度的收缩着战线 很多刚刚占领的地方 屁股还没有做热乎 便在一道军令之下 向后大步后撤 而与之相对应的 却是叶真统戴下了中央集团军 在整个战线之上 开始了全面的反攻 一路收复着师弟 与其说是收复师弟 倒不如说是秦宾退 汉军进 一退一进 双方竟是保持着一定的默契 与陆超在渝阳的烧光 抢光的政策不同 在魏国 秦军保持着良好的军绩 当然 这也是因为这一方向上的秦军 面对的汉军实力 亦是相当的强悍 兵力并不在秦军之下 一旦秦军做出在渝阳同样的动作 极有可能惹怒汉军而打破当下的默契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秦军便让出了大半个魏国的土地 而叶珍在收复这些土地之后 早有准备了正式堂立刻派出大批文职官员 入住这些地方 开始了在这些地方的汉国的统治 当然 他们所实行的政策 与以前魏国的完全不同 汉国的政策在这些地方完全展开 从今天起 这些地方 都是我们大汉的领土 不用理会那些不知从哪个角落 跑出来的魏国当官的 让他们有多远走多远 要是再啰嗦不清的话 便按一个秦人的跌塌的罪名 收拾了 叶珍一路收复失地 一边对着即将夫人那些地方官员 授机翼 魏国已经没有了 他们被秦人灭了 现在大汉是从秦人手中 抢回来领土 与以前的魏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大汉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另外一些人 自然不是这么认为的 比方说 现在正寄居在继承的魏王 以及他的首府 魏齐和其他一些高官们 秦军来攻之时 步兵指挥下的军队 便开始了有计划的后撤 一边打一边走 而在撤退之前 步兵已经将魏国大梁 所有高贵险富富豪一类的人 全都签到了继承 当然 同他们一起走的 自然还有他们的财产 玉政 魏国首府无奇又来了 求见首府 蒋家全 从一堆文赌之中 抬起头来 这几个月 蒋家全明显是苍老了许多 整个国家庶面开战 对于现在的大汉王国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作为大汉的首府 一天能休息上一两个时辰 便算是了不起的事了 眼下形势虽然一片大好 李信十万大军覆灭 王霄五万军队 三万顿入大漠 两万就地投降 而在中原战场之上 秦军也大步后撤 但接下来的事情 也足以让蒋家全 依然会忙得如同陀螺 楚国战场还会继续打下去 而不论是积石郡 还是御阳郡 或者是刚刚收复的魏国领土 都有一大堆 输也数不清的事物要处理 顶着两个熊猫眼的蒋家全 抬起头 揉揉揉太阳穴 低声嘟囔的 还真是执着 这是他第几次来 回忆证 这是五天来 无首府第十次来求见遗政了 老规矩 告诉他 他所求的事情 我无法回复 因为王上现在还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而且王上回来之后 有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件事 我也无法回答 或者王上不会回继城 而是直接赶赴楚国战场 所以这些事情 还是请无首府 再耐心等一等 他再来 你就想法子打发了 随便你怎么说都好 总之不要再来烦我们了 没看见我们忙得不可该交吗 是 明白了 书立转身走了出去 一整 这样做是不是太生硬了一些啊 另一张答案之后 同样顶着两个黑眼圈的延圣号 抬起头来 或者方法还可以温柔一点 与其还可以委婉一点 此一时也彼一时啊 他来了十次 我们回复一次 彼一次不客气 这位首府应当心中有数 我们就要一点一点 让他们失去希望 依我说来 不如想个法子 让那个魏王一命呜呼 一切便迎刃而解 另一头的李灿 将手里的一份文案 批复之后 随手扔给一边帮忙的书立 这多爽快啊 那可不行 对 那可不行 蒋家全与颜圣号 一口同声的说 如同七国一样 王上希望这两地 都能平稳的纳入 我大汉王国的地狱 要不然当初 秦军打来的时候 叶真会主动放弃这些地方 不然你以为 叶真麾下十万大军 当真是怕了蒙事吗 大梁防线我们经营两年 这要与秦军应当 谁胜谁负还说不定呢 之所以要边打边撤 正是为今后的事情 打下一个好基础 魏国是秦人灭的 与我等无关 我们是从秦人手里 抢回来这些地方 可现在 这武器如此纠缠不休 也是麻烦的 昨天曹听次不还跑来 说这武器发动了不少人 在继承想造起舆论来吗 真让他搞起声势来 我们反倒被动了 李灿不以为然地说 放心吧 问题的关键不在武器身上 而是魏王 过两天 曹天次会让齐王与天大公子 去拜访一下魏国国王的 听到舒立的回复 武器叹息着将手里 几乎成了一杯白水 已经毫无味道的茶水 放在茶几汁上 狗漏着腰站了起来 对着舒立点了点头 脚步蹒跚地向着外面走去 看着这个苍老的背影 舒立的心理 不由泛起了几分同情 走出郑士堂 武器回望着这间 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偏听 他曾经以为 大汉国 会是那个一泊云天的一方 但如今看起来 这天下就没有不吃肉的狼啊 这间偏听里 掌控着这个帝国 大部分权力的几个人 对他的态度 已经充分说明了 他们对于魏国的心思 秦人在草原之上的大败 引起了他们战略大撤退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叶真率部 便已经收复了大半个魏国 魏国曾经欣喜若狂 认为自己回国 重新秉征的日子已经不远 但现在看起来只怕遥遥无期 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指望 汉国根本就没有让魏国复国的意思 虽然身在继承 但在魏国境内 无企还只有一些眼线 叶真收复之后的魏帝 现在都已经安排下去了 官员开始恢复统治 但那些官员 却不是属于魏国的 而是汉国从各内郡 抽调上来的官员 以及在继承综合大学 强化培训 刚刚毕业的一些汉国读书人 其心如何 昭然若见 可是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连魏王与自己 在继承的安全护卫 也是由汉国的青年禁卫军 预备队在担任 阳光越过了那间偏听 照在他的脸上 使得他的眼睛 不由自主地眯着起来 也让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些 吴起落寞地起身 准备离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阵爽朗的大笑声 吴起停下脚步 回过头来 看到从郑士堂偏厅旁 那间装饰的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中 一群人正兴高采烈地 从内地走出来 边走边大声议论着前线的军情 汉军现在节节胜利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满脸红光 手舞足蹈 吴起知道 这些人都是大汉王国 大议会的会员 来自汉国的各个郡制 这些人应当是各地派出在继承的代表人物 对于大议会这个东西 吴起一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以他的从政经验来说 这个大议会的存在 简直就是架空皇权的一个存在 听说这还是高远不顾蒋家权等人的反对 一手捣鼓出来的 自古到今从来没有听说 哪一个君王会嫌自己的权柄太大 而自找麻烦 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限制 对于这位大汉王国的国王 吴起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看动过 郑士堂这一次提出 有加收特别战争税 以补这次战事的花费 你们说说 大议会能通过吗 一个议员大声说道 基石 大雁 渝阳这些地方 肯定是会举双手赞成 因为这一次他们这些地方是战区 受损严重 特别是战争税 受不到他们头上 而狼牙 天河 河间 苍州 昆州等地 可就不一定乐意了 所以这一次大议会上定然还有仗打 另一个人笑嘻嘻地说 哎 我说你别站着说话不摇头 你们辽西是一个什么态度啊 我们辽西这一次为了支援基石 可也付出不少 就算要收战争税 也应当收不了多少吧 反正到时候我是支持蒋一正 提出了根据地方的复数 这些战争中的损失 来确定比例的分分 而闫义正提出的军摊 我则是坚决反对 说来说去还不就是为了你们少出点钱 我们辽西穷吗 那你们这些富裕之地 那你把捏一捏都出油啊 拐一边去 以前你说你们辽西穷我还相信 现在你们穷吗 我们不穷吗 我们还是穷啊 底子薄 哎哎哎 别吵了别吵了 这一次我看是拗不过大事 别说别的 辽东三军的代表绝对是举双手赞成 大雁 核桃 鸡石 鱼羊 这些地方就更不说了 而新纳入我大汉将域 齐帝各军现在正战战兢兢 让他们出钱绝不甘有二话 所以他们到时候肯定也要举手 你们自己算一算票数吧 已经过半了 所以咱们这一次就不要妄作恶人 这个特别税款 肯定已经通过了王上的手砍 这一次打仗咱们的损失 实在是太大了一点 特别是鱼羊 被陆超祸害的不成话 咱们这些地方没有收到兵乱之祸 多出点钱是应该的 想来百姓也能理解 如果没有这些地方的牺牲 哪有咱们的安居乐业 特别是这一次及时郡的匈奴牧民 战场上就死了两万多 多少家没得顶梁住啊 那是那是 吴起正正地站在那里 听着这些人一边讨论着一边远去 这便是他们的一员吗 他的脑子之中突然灵光一闪 是啊 议员大议会 自己或许可以从这个方向 去找一找路子 吴起抬起头 急急地向着魏王与自己的居所走去 王上 王上 回到府底 吴起急匆匆地直奔魏王所居的正堂 吴起 是有好消息了吗 看着吴起的模样 闻声而至的魏王喜情余色 正是他答应让本王回国了 没有 他们根本就没有见我 那蒋家权以汉王不再继承 他无法做主为理由 根本就没有见我 这么说来 他们还是没有放火等归去的意思吗 魏王失望的一屁股坐了下来 看他们的意思 只怕是永远也不想放王上归去了 也真收负我大魏师弟 现在都已经被汉国委派官员正式接管了 这怎么可以 这怎么可能 这是我大魏土地 他们汉国怎么能夺去呢 汉国不是我们的友邦吗 他们不是承诺要帮我们守住魏国吗 王上 他们是曾经这样承诺过 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守住 魏国连都城也被秦人占去了 虽然现在夺了回来 但他们却可以一正言辞地说 他们是从秦人手里夺回来的 这样 这样也行 为什么不行啊 真理总是在枪杆子里头 这话就是汉王高原所讲 王上 我们还有多少钱财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了 钱财我们自然是不少 可是在手头之上的并不多 当初王公和国库里的金银财宝 步兵将军都一一登记造册 然后只将册子给了我 说等以后战争平息之后再归还我等 现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王上 把你手上剩下来都给我 你想干什么 王上 您知道汉国有个大议会吗 吴起坐了下来问道 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 这个大议会的权力极大 他们只要聚集数点 便可以动以一个提案 如果在大议会之上通过 便连郑士堂也不能否定 拥有最终否决权的 只有汉王高远 所以我需要大笔的财宝 去贿赂这些大议员 拉拢一批人来替我们说话 吴起压低的声音 并用当初汉王高远 给我们的承诺这一条款 要求汉国让大王归国秉承 这些议员能答应吗 财帛动人心 据我所知 这些议员并不是能 稳稳当当做一辈子的 每三年便要重选一次 这些人中必然有贪财重色的 而且他们之中并不团结 各怀心思 所以趁要去试一试 吴起握紧了拳头 只要能让大议会动议 提出提案 这些事便算是公诸于众 让汉国所有的百姓都知晓了 更进一步的能让大议会通过提案 能否决此事的便只有汉王高远 如果汉王直接否决那怎么办 如果大议会当真通过了 汉王便绝不会否决 因为这事关着他的脸面 他的如鱼 还有他对大议会的威信的维持 汉王一直在努力地维持着大议会的威信 从大议会成立至今 但凡大议会通过的事情 他还没有驳回过一件 好 只要能让本王回国重新秉证 金财宝算得了什么 你尽管拿去好了 只是我手头也不多 臣手上还有一些 再说了 当中随王上一起 前到继承的我大卫豪门绅士可有不少 臣在找他们去画画园 这也是关着他们的切身利益 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动起来 去找自己认识的议员游说 正是堂中 几位义政听着曹天次的禀报 无起这两天的一举一动 都是不由的瞠目结舌呀 这个无起还真是个人才 居然能让他想出这么一个招来 当真让他搞成了 我们还挺被动的 有议员被说动了吗 当然有 曹天次咧嘴一笑 我那里都有些详细的名单 回头便给几位大人送来 蒋家全哼了一声 天次 警告一下这些人 特别是那些 这一次不想出钱的家伙 这是大好了把柄啊 捏在手里狠狠地捏他一年 我大汗堂堂的大议员们 居然收出贿赂 这可是重罪 告诉他们 这一次特别战争税 如果他们不举手的话 那我蒋某可要将他们移送法办了 这一阵子 在继承跳得最欢的 可以算是无起了 再送出了大笔金银珠宝 得到许多人的承诺之后 他并没有消停下来 继续在继承上钻下跳 为为国回归做着努力 利益于高远的国策 在继承汇集了不少的学术大家 这些人大都在继承综合大学任教 与秦国独尊礼儒学术不同 在汉国 虽然是蒋家全的学术流派 占着主流 但其他学派却能与其共存 像寻修 原本就是学术大家 与蒋家全在学术之上 矛盾不少 但却并不妨碍 他成为汉国的礼部尚书 而继承综合大学 也正是在礼部的管辖之下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552集 大陆之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能为他们说话 吴起本身便在学术之上造诣颇深 与这些人自然是能轻易地谈到一起 辛苦一天带着满身的霹地回到了住所 吴起并没有马上休息 而是立即去拜见了魏王 王上 今日夫人前去拜见了汉王妃 情况如何 夫人见了汉王妃 一番苦诉的相思之情 倒是让汉王妃也有泪水连连 言语之间多是身表同行 不过具体的实际事物之上 汉王妃可就语言不详 只怕她不懂正事 实在是难以帮上太多的忙 这就够了 吴起却是喜行余色 咱们可以将汉王妃的态度 也四下宣扬一番 就说汉王妃也有意让王上归国 可是汉王妃并没有这么说呀 咱们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不 咱们不需要命说 只说汉王妃非常同情我们现在的处境 甚至还为此落下泪来 至于其他 那就让听的人自己发挥去吧 吴起皎洁的笑道 王上 我现在已经联络了十几个大议员 他们都是汉国附属之地继承的大议员代表 有他们支持 便能顺利地在大议会中发动提案 这么说来 我们归期可期 当然 不仅是这些大议员 这些天来我也另外联络了一些人 这些人都是学术打架 在大陆之上可都是有着不少的拥护者 到时候他们一起发声 也能对汉国正式堂以及汉王形成一定的压力 汉王要当一个千古明军 这便是一个枷锁啊 咱们便可以轻松利用这一点 收复辛苦了 王上言重 这本来就是我分内之事 吴起躬身又说道 本来我还要联系一下吴佑 可惜他身在夜真军中 身不由己 只能暂时放下这事 等王上归国之后 咱们再设法将这三万新边军要回来 是啊 首府说的是 现在咱们还真是 只可事可为止 不能真正扰怒了汉王 军队现在太敏感了 还是不要去战手为好 且等以后慢慢徒指 无用年轻有为 在新边军中也应当有一批得用的人吧 那是四人 虽然新边军中汉军军官占了大多数 军队也是他们训练出来的 但我为人之中又怎么缺了忠义之事呢 如此甚妙 等我归国 你为首府 无用则为太位 你扶子二人 一文一物扶索于我 必成史上一段佳话 多谢王上看重 眼见事情有了眉目 两人也是轻松下来 聊了几句继承的新鲜事情 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新鲜的 魏王是当成新鲜来听 而作为吴启来说 他则是想从这些新鲜事物中 探知汉国兴起的秘密 高远创立汉国前前后后 不过只用了十年时间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十年的时间简直不值一提 要知道秦国有如今威势 那可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代人的奋发图强 王上 吴相 齐国大王与田大公子来访 两人正说着热闹之时 外头却是一溜烟跑进一个人 向两人禀报有来客来访 齐王 田远程 他们来干什么 吴启皱起了眉头 齐国已经正式被纳入汉国的版图 对于这两位 吴启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王上 我去见见他们算了 不 齐王虽然已经去魏 但不管怎么说 以前也是一国之主 而且以前比我们魏国可要强大许多 既然他来了于情于理 我怎么能避而不见呢 走 吴启 我们一起去迎一迎 两个曾经的君王面对面坐着 脸上却都是苦笑啊 而在下策相陪的田大公子天远程 与魏国首辅吴启 却是大眼瞪小眼 田大公子是一脸的戏虐之色 而吴启则是满脸的不信 吴启不屑的是 齐国如此一个强国 比起魏国来强了太多 但在田丹之后 却是后继无人 两兄弟自相残杀 最后让汉国不费吹灰之力 便捡了便宜去 而田大公子 则是带着看笑话的心态 这一阵子吴启上窜下跳 自以为得计 却不想一切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 他与齐王两人前来 可不是心甘情愿的 而是曹天赐逼着来的 原因很简单 他们二个人来 就是为了让魏王死了 回国这条心 本来早就应当来拜回王上 不过这一阵子 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拖到林启行时才过来 王上还挺无怪 齐王看着魏王 含笑说道 启行 王上这是要去哪里啊 魏王有些亚然的问道 承汉王大度 为在下在大雁湖畔 起了一座庄子 前一阵子兵荒马乱 那边一直在打仗 所以便拖了下来 现在礼心败王 大雁湖恢复平静 在下便准备启程了 这天可是说热就热 听说我那庄子 便起在大雁湖畔 最是避暑好地方 在下可是想早些抵达 王上 在下现在已去了王位 只是大汉王普通一百姓 王上尽可知乎我 江浙即可 齐王含笑说道 江浙 听了这话 魏王不免有些 吐死湖碑之伤 真就这样走了 走了走了 去大雁湖那边 跑跑马跳钓鱼 闲来无事之时 再种种花草庄稼 落幕之时 还一弄孙 却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魏王长叹一声 垂下头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来安慰这个落了难的齐王 好像自己的近况 也比对方好不了多少 田大公子 也准备去大雁湖吗 一边的吴起说道 我们不久之后 便要归国了 二位如果在大雁湖 待得腻了 不妨来大梁做客 我家王上定然是欢迎之志 田远程微微一笑 拱手道 那倒是多谢吴相了 我自然是要去的 家父年纪大了 一个独居于大雁湖畔 不免孤寂 这一次我却带着一大家子过去 怎么也要让父亲 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那既然如此 我也不到说什么好了 吴起冷冷端起茶杯 做出一个送客的架势 田远程确实笑了起来 似乎没有看到吴起的冷淡 吴相 我们今天来你这里 倒是看到了一桩事情 我思量来思量去 只怕这事 与您还脱不了干系 什么事情 吴起微微一惊 今天一早吴相是去 继承综合大学 拜访那些学术大家了吧 难怪不清楚一些事情 今天大汉王国的监察院 一口气带了十几个议员 进了监察院 吴大人恐怕也知道 这一员一职 在大汉国虽然没有实权 但却实实在在 可以影响朝政的人物 监察院曹天赐 居然一口气便抓了许多人去 肯定是拿着什么 结结实实的把柄 否则必然不敢乱来 田远程带着快意 看着脸色渐渐发白的无情 好像这些人都是 吴相刚刚拜访过的吧 你不要胡说 这些天我拜访的人多了去了 不是才好 一边的齐王江浙 看似解围 实则敲穿打钉板 咱们现在正容身份 这个位置实在有尴尬的很 大汉国内恐怕最担心的 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大臣 或者那些大议员们 纠割在一起 所以我到了继承之后 可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所有事务都任由大汉王国的礼部去安排 王上不是我多言 汉王 韩乔在咸阳住了三年之后 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韩乔一死 他的家人全都被撵了出来 昔日金枝玉叶 全都流落街头 不出一年功夫 便一个也没有剩下 这两日我从大汉一个官员那里又听说 燕王姬陵也死了 您知道 姬陵是被谁杀的吗 听着江泽的话 魏王只觉得浑身汗毛倒数 谁 谁杀了他 谭丰 田远城在一边接口 秦王让谭丰杀了姬陵 燕国基氏这一族至此而绝 周豫和谭丰两人 则同时晋升为大将军 蒙氏留在秦楚边境的十万大军一分为二 归这两人统帅 齐王叹息道 哎 汉王虽然仁慈仁义 从他起始至今 还没有大开过杀戒 可咱们自己也得明白呀 万万不可招火上身 王上现在明白我为什么 要去大燕湖做一个渔工了吧 听着齐王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魏王的牙齿不禁地咯咯作响 郑氏堂内传来一阵阵的欢笑之声 以蒋家权为首的郑氏堂几位大佬 一边听着曹天次的汇报 一边开心大笑着 这一次吴起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那些受了他贿赂的一元 被我一约谈 当即一个个都从了 吴起送那些金银财宝 一个子也没有少的全土了出来 我再稍稍暗示一下 他们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 郑氏堂关于这一次战争特别税的征书方案 这么说来 郎牙河间天河昆州苍州 焚州等地 将支持这一次的特别战时税款法案 如此一来大业会上 通过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但基石郡的抚恤安置费用有了着落 鱼羊的恢复重建 也可以马上启动了 义赵 魏王的身家可着实丰厚呢 这一次那些受了贿赂的家伙 吐出来的东西 可都还在我监察院摆着呢 我还是给了他们面子 让他们在夜里将东西送到我那 这些东西或多或少 也可以补贴一下所需吧 不 这些东西 你派人给魏王送回去 魏国的国库现在 都在我们的库房之中摆着呢 以前是因为还没有理性关系 不好通用 但接下来 我想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 支持这一部分财产了 所以魏王的这点财产 咱们还是还给他 毕竟他那一大家子 以后用钱的日子多着 咱们也不能让他说咱们汉王可可了 正是堂中 又是一阵大笑 想来魏王一定是心惊肉跳 他倒也罢了 那个吴起这段时间跳了这么欢 不给他一点点惩罚吗 曹天次有些愤愤不停 这老小子这段时间 给我找了多少事啊 哎 不不不 各位自主嘛 这人的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 再说了 王上对此人也欣赏得很 他的儿子无用现在 是魏帝新边军的军长 咱们也得给他几分颜面吧 王上还要重用此人 嗯 不错 如果吴起愿意 这正是堂中也有他一席之地 魏帝归汉 接下来的安抚工作还有很多 毕竟除开那些早已展开工作的租界地外 其他地方的魏国属地并不了解我汉国政策 惶恐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反感 暴动都会存在 有无企在吗 这些问题解决起来便容易得多了 再说了 这位无相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 蒋义正说得不错 至少在此人面前 我是甘拜下风的 李仓 微笑着说道 哎 李义正过签了 对了 李义正 从苍州出发的船队如今已经去了大半年 可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回音 这一点消息也没有 未免令人担忧啊 义正不必过于担心 以前也是这个样子 走海路本来风险就大 以前我李氏一门不但与老天爷抗衡 还要应付沿途层出不穷的海匪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全府武装的军队 数十艘大海船 这对于这条海路上任何一股势力来说 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力量 没有哪只海盗会那么不长眼 林青之间 王上甚至还希望他们一路之上 多缴些海盗 这样可以将这条海路完全打通 以后让民间有更多的船只 能自行航行呢 只要老天爷不做怪 应当没有问题 或者我们现在正在说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返航的途中了呢 李仓轻松的说道 与蒋家泉相比 他对于大海的所知 可就要呛了太多了 民间航行啥的 我倒不太关心 我最关心是 王上所说那个叫做 扶桑的地方 听闻那里金矿银矿铜矿 多得很呢 如果拿下 这可是解了我们燃眉之急 希望他们早些回来 带来好消息 义政放心吧 魏王临时居住的寓所之内 看到十几个刚刚 由身着黑衣的监察院 监察卫士们 送回来的箱子 吴起是呆若木鸡 魏王则是身体不住的在颤抖 就在今天早上 一跃一度的大议会代表会议 已经召开 吴起期待的议案 压根就没有人提起 整个议会就讨论了一个议题 特别占征税 一个像一吵架打架而文明于继承的大议会 这一次出奇的平静 没有任何波兰的便通过了特别战争税案 大汉王国将在这一次没有经过战火的各地周军 加收一次性的特别战争税 用以抚恤以及重建 大议会难得的一派和气和皆大欢喜 而对于魏王和吴起来说 这就有点太不好看了 这 这可怎么办呢 魏王看着吴起 牙齿咯咯作响 那一天齐王江哲 与天大公子田远程的话 尚犹在耳 被押居在秦国的韩王桥 和燕王机灵 如今已经回归地府 难道高远就真的是一个圣人吗 看到这些被监察院送来的东西 本身就代表着他们的行动 已经触及到了汉国的逆林 王上不必担忧 此事是我一手操作 我这边去向蒋家全讲清楚 如果他们想处罚 那就冲我来 绝不会殃及王上 要啥要挂 随他们变吧 千万不能去 魏王确实难得的清明起来 他们这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目标也不是你 而是我呀 五湘 他们悄无声息送回这些东西 你却大张旗鼓地去找蒋义正 这不是挑明了我们行回大议员吗 真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不得不处理那些大议员 那咱们的仇渴就结大了 或者真不能善终 吴起愣了片刻 终于清醒过来 心中却是一阵惭愧 要不是魏王提醒 自己就要犯一次大错 汉国 这是要吞了我们大魏 存心不让王上您回归呀 吴起仰天长叹 王上 咱们边也装聋作哑啊 赖在这儿 却看他们如何处理我们 魏王可怜兮兮地看着吴起 吴起 吴起 你说的虽然是个法子 但如果真招惹了对方 只怕我们也会不得善终 不仅是我 只怕我们的子孙们 一个也难逃毒手 对他们来说这太简单了 一场瘟疫 一次抱病 就足以解决问题 吴起扑通一声 跌坐在椅子上 王上 您 这些年来 现实赵国再是汉国 我这王上一直当的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啊 实则上我们大魏早就名存实亡 现实受控于赵国 后来汉国又来了 末了秦国干脆就明火之杖地 打下了大梁 既然已经这样 那也让我学了那齐王 老老实实地去了王位 去与他 在那大雁活盼 做一个逍遥百姓吧 魏王两眼无神地 看着屋顶 南南的地狱 王下 都是臣下无能 才让君上 如此受辱 无关你事 天下大事如此 只怕是神仙下凡 一时无力回天 现在想起来 江浙与天远城来访 便是汉国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活命之路 今天送回来这些东西 便是对我们的警告了 蹒跚着走进屋内 片刻之后 汉王抱出来一个小小的箱子 打开箱子 从内取出魏国的全境地图 以及辅测等一些代表着王权的物事 一一地放在桌子上 盯着这些东西 魏王泪如泉涌 最终却是一狠心腐朽而起 你把这些东西交给蒋家全吧 告诉他 魏国魏司在大叶湖畔 一起庄园养老 恳请汉王成全 乌烟着的魏王 脚步亮亮腔腔地走进了室内 余下了 无起在原地嚎啕大哭 历日 双目红肿 身着白衣 腰系麻绳的武器 捧着装有腹节图侧的箱子 出现在了正式堂中 跪于大唐正中央 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将代表着魏国统治权的这些东西 成交给了蒋家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颇奖 百里图图 断根 第五百五十三集 虽然顺利拿到了一直想要的东西 但看着武器的这副样子 蒋家全心中也难得起了一丝侧夜 逐鹿天下失败者的下场便是如此啊 说起来齐王也好 魏王也罢 他们的下场还算是好的了 至少能保全性命 与后代子孙能安享晚年 大汉王国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像韩王寒桥 燕王姬陵 到了秦国 可是连身家性命 后世子孙一并都搭了进去 吴相 快快请起 魏王的要求 我在这里代表我大汉王国的国王一并应承 还请魏王放心 既然魏王愿意将魏国并入我大汉王国 那我大汉必将保证魏王的安全 绝不会有过河拆桥之举 多谢蒋亿正 还请义政成全 在大雁湖畔 为吴某也备一间草庐 一块土地 能让吴某在那里耕种为生 吴起被蒋家全扶起 却仍是双手抱拳 一一到地 吴相言重了 魏王愿意去大雁湖顶居 那自然是没问题的 但吴相你可不能一撂挑子便走啊 魏帝心入我大汉 这随后事情只怕是千头万须 如何离得开吴相 您这样一位能臣 所以还要请吴相多多辛苦啊 如果吴相不嫌弃 不知可否愿意入我大汉正式堂 为大汉 也为心入大汉的魏帝子民 再多一份心力呢 听着蒋家全的话 吴起一下子愣住了 正式堂可是大汉王国 除了汉王高原以外 最高行政机关 他们居然想让自己 进入这正式堂 赵国 邯丹 谭丰自从赵琪手握大权之后 便被调出了河东大营 回到邯丹 当了一个不管市的空头上大夫 实则之上已经被完全架空 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架子祸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老子是赵木 而赵琪又实在不敢将赵木一族 连根拔起的话 作为赵木长子的他 早就已经尸骨一寒 昔日赵木经营的河东大营的几大汉将 吴增被杀 周长寿被贬到了魏国 现在生死不知 而赵锋则被驱逐了军队 河东大营之内几乎都是赵琪一系的将领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这一次的河东大败 棍子便也全打在赵琪的头上 国内赵琪焦头乱额 河东济阳完全被秦军占领 在秦军的逼迫下 赵琪又不得不开放了上古任由秦军从中通过 对戴郡展开了进攻 秦军的目标是想消灭那里的汉军东方野战集团军 也就是贺兰雄的军队 给赵琪的承诺则是消灭贺兰雄之后 戴郡将归还给赵国 对于已经丢掉了河东济阳等地 十万大军覆灭了赵琪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真能拿回被汉国夺去的戴郡 在国内也算是有所交代 他已经不指望秦国能将河东济阳还给赵国了 可是事与愿违 秦军在一场十拿九稳的大战之中 被汉军杀了大败 十几万大军覆灭于草原之上 大将军李信王霄尽数败亡 消息传来赵国举国大话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着赵国不仅被亲人无情地欺凌了一遍之后 又得罪了现在另一个庞然大物 汉国 要知道 如果不是赵人开放了上古郡 李信的十万大军是不可能突然出现在戴郡的 这样的神转折 让赵琪在赵国的统治 历史便岌岌可危 稍有见识的人便能看出 赵国这一次可算是倒足了大霉 本来一个可以与秦汉抗衡的大国 在数年之间便沦为了两个大国之中的夹心烧饼 而更为可虑的是 他将两个都得罪了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赵启当政期间 这叫赵人如何不怒 赵锋的眼光一一掠过这些密室之中人的脸庞 紫智紫张 这都是朝中的重臣 还有原晋阳郡守赵晋 他在寒武关被摆起生擒 后来又与在战场之上被俘的赵启之子赵锡烈 赵锡大将军李明俊等人 一起被秦人释放回来 可是没得济阳的赵晋在赵国朝堂之上 也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以前着力拉拢他的赵启 现在正眼也瞧不上他了 急怒的赵晋自然而然的便靠帮了赵锋 除开一众大臣之外 剩下的便是一些青年军官了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年轻 年轻就意味着热血沸腾 他们也是对于现状最不满的一批人 什么时候赵人成了任人欺凌的软狮子了 赵国曾经的荣耀鼓舞着他们 成了反抗赵琪统治的生力军 而他们自然也是赵锋拙力拉拢的对象 虽然这些人年轻手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力 但无论何时 像他们这样的基层军官 却一直都是军队的注视 因为他们是直接带兵管兵的人 我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王上已经被赵琪软禁起来了 赵锋看着众人轻轻抛出一个重磅消息 什么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这赵琪如此大逆不道 室内顿时炸开了锅 这个消息可靠嘛 老成持重的子张有些疑惑地看着赵锋 赵琪竟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 叔父 赵锋冲着子张攻攻手 你有多少天没有见过王上了 子张搬起纸头算了一算 有十好几天了 前几天我去求见 那里头也说王上染样 无法见我 当时我已经没有多想 现在这个局势 王上着急上火也是有可能的 别人可以不见 但能不见您吗 您可是专门负责我大赵外交事务的 我的消息来自于宫中 绝对可靠 自从赵锡烈与李明俊回来之后 赵锡便让两人一个掌管着城卫军 一个掌管宫中进军 城内宫内都是赵锡一系的人 王上与我们早就被他隔绝开来 王上如此信任赵锡 他居然 说到这里 子张已经信了七八了 正是因为如此 赵锡才要控制王上 要知道 自从赵锡当政之后 我大赵便每况愈下 不但丢了戴军 现在河东激阳一个个全都没了 大王对他的不满已经一于言表 一个月以前的那最后一次大朝会 叔父您也看到了王上的态度 赵锡这是慌了 他无力改变外部局势 便只能从内里着手了 这一个月来 他捉拿了多少的忠臣良相 下到大狱之中 只是因为这些人对他不满而已 我只担心下一步 他就要对我们下手了 子智 子张等人 进阶变色 赵国如果还是 任由赵锡这样折腾下去 亡国无日 赵锡站了起来 有些激动的在屋内来回挤走 诸位老大人 诸位将军 我们如果不奋起一搏 大赵便将在我们手中丢掉 我们都成为千古罪人 杀了赵锡 重振朝纲 屋内 年轻的军官们 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咆哮 赵锡转头 看着子智 子张 赵锡等人 大声问道 三位老大人 热血男儿有志一搏 你们怎么说 子智 子张还没有说话 赵锡已是跳起来 赵锡 我支持你 赵锡这个王八蛋 如果不是他与金如风勾结 一意窜夺王上用起金如风 何来如今举命 可怜我晋阳数百万的性命啊 如今全都沦落到其人的魔掌之中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杀了赵锡 还我大赵一个朗朗乾坤 子智子张心中 却是有些后悔来参加这个密会了 谭峰说得容易啊 可是做起来 何其难言 现在邯郸完全在赵锡的控制之下 无论是成卫军还是敬卫军 都在赵锡手中 密室之中这些青年军官 最大也不过是一届崖将 能指挥的兵马涌现得很 一旦起势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见 如果失败 以赵锡现在的疯狂 那个就是回家灭族的下场 是不是从长计议 子智小心地建议道 现在动手 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啊 什么事情有必胜的把握 赵锡说道 现在秦人战败 必然是要撤退的 而他们不可能去韩帝 因为那里有汉军 许元北方野战集团军团 那可是汉军中最能打的部队之一 另一条路就是经代郡走山南郡 那一条路贺兰雄现在也堵上了 想走哪里 就必须要与贺兰雄血战一场 现在秦人士气低落 能是贺兰雄这个匈奴人的对手 我接到情报 陆超已经派出人手来联络赵锡 说是仍然要借我们上古郡回国 我担心秦人会在回城之中 顺势给我们一刀 那个时候不但带郡拿不回来 连上古也丢了 秦人不但会拿起我们的河东 济阳 上古 还有戴郡 这可是大赵的半壁江山啊 这 如果真是这样 那该如何是好 紫张变色道 陆超所率的大军还有十万余人 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 只怕连王国灭种也是有可能 可赵锡被秦人打怕了 这一次他又狠狠地得罪了汉国 我看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我们绝不能听之认之 这一次不是他死 就是我王 赵锡恶狠狠地说道 密室的门被轻轻地敲响 赵锋走到门边 将门拉开了一条缝 看着门口的管家低声问道 什么事 不是叫你不要来打搅我们的吗 老爷 有人求见你 这个时候我什么人也不见 找理由打发了 你也是老人了 怎么这么分不清轻重缓急啊 哎老爷 来人是周长寿周将军哪 管家将声音压到了最低 你说什么 周长寿还活着 居然还回了邯郸 他沉吟着回头看了一眼室内众人 各位 失陪一会儿 我要去见一个极其重要的人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之中 潭锋带上了房门走了出去 大唐之中 一个全身都裹在斗篷之中的汉子 正向着拱桌之上的赵木的灵牌 恭敬着师弟上香 大将军 我回来了 江香插在香炉之上 来人长衣为底 听到脚步声响 他转过头来 看着出现在门口的赵锋 他掀开了斗篷 向着赵锋行礼 大公子 你一向还可好 周将军 赵木看着对方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太让人惊讶了 大赵村王之秋 我身为一个赵人 如何能不来 周长寿长叹一口气 大公子 看来您的近况也不妙啊 您的宅子周围 虎包齐的人可是密布 你是怎么进来的 而不被他们发现 不瞒公子说 我是在汉国监察院的帮助下 才能进到公子的宅邸的 在虎包齐中 也有他们的人 听着周长寿的话 赵锋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盯着周长寿看了半晌 我倒是忘了 这两年你一直都在大梁 与汉国人在一起 看着赵锋 周长寿叹了一口气 大公子 我也没什么可瞒你的 赵锋一直都想收拾了我 我躲在大梁 这才侥幸多活了几年 后来我们被秦军隔绝开来 您说说 我除了倚靠汉军活下 还能怎么办 我还有一万多 近两万的兄弟 总不成让他们活活饿死吧 这么说 你是虚以为宜了 赵锋问道 周长寿摇了摇头 也算不上虚以为宜 那种情况之下 我拿不出诚意来 别人会理会我吗 这两年 我们与秦人打了一些仗 圣圣复复 这才渐渐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这些兄弟们 也才能过得滋润一些 你这话我信 坐吧 管家 上场 两人坐下 赵锋看了周长寿 缓缓说道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抛险那些兄弟不管了 我知道瞒不过公子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瞒公子 周长寿挺直了腰 我这一次回来 是汉军的监察院的高官 让我回来的 而且没有他们的配合 我也不可能瞒过 胡抱琴的耳目 你倒坦诚 汉国人在打什么主意呢 赵锋不以为意地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看了周长寿没有动 这茶不错 尝尝吧 这么远赶回来 难道不口渴吗 他公子果然不会是 大将军的儿子 有大将军的风范 山崩于前而不策遍 周末我没有这份寒养 现在都愁得茶不思饭不香 要不怎么会冒险回来 以前赵锋杀我 还要找理由 现在他要杀我 还需要理由吗 周长寿摇头叹息 端起茶杯 一口便将茶水 喝了个干干净净 连着茶叶也塞到嘴时 脚巴脚巴吞下去了 这么好的茶 居然让你如此牛饮 周将军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公子 我从汉国监察院那里 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陆朝回尸之际 将顺势攻打我们赵国 他们的目的可不是 拿下上股这么简单 他们是想一举将我们赵国灭了 你说什么 赵锋参了一下战旗 他也曾设想过 秦军回尸之际 会对赵国动手 但却没有想到 秦军胃口这么大 我们大昭虽然现在风雨飘摇 可也不是他们随随便便 就能拿下的吧 周将军 你危言耸听了 汉国人能安什么好心 我看他们是想挑起 我们与秦军的直接冲突 他们好从中渔翁得利吧 大公子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后来叶真将军 见了我一面 我才确认 秦国人的确是这么想 而且准备这么做 叶真 他怎么说 叶真将军很坦诚地告诉我 现在汉国不希望 赵国出什么事 周长寿看了一眼赵峰 因为汉国现在无力 对秦国发起大规模的反攻 他们现在的大部分的兵力 都准备投入到 与楚国的战争中去 以惩罚楚国这一次 对大汉王国的攻击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 使得秦军灭了赵国 则汉国就得不偿失 他们希望赵国存在 这样他们与秦国之间 还有一块缓冲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他们愿意支持我们 对抗秦国 赵峰慢慢地跌坐在椅子上 为什么汉国如此确认 陆超会想灭了我们 这是他们推演出来 根据种种的蛛丝马迹 秦军的确准备这么干 现在陆超的特使 应当已到了邯郸吧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迷惑之际 陆超原部将的确将从上谷走 但蒙士在魏国那近十万大军 表面上将擦着魏寒边境回国 但却会在中途转向 两路夹攻 最主要的是 我们大赵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 赵峰常常吸了一口气 转身走到一边 哗啦一声 扯开墙上的一幅帘子 露出后面一幅巨大的赵国地图 大将军 看到这幅地图 周长寿一时之间感慨万分 当年赵木曾多少次 站在这幅巨大的地图之前 指点江山 你仔细说一说 赵峰看着地图 是 大公子 周长寿走到地图前 拿起树在墙边的一根细杆 指着地图说道 过上古的这支秦军 必然会走这条线路 当他们行至左权的时候 距离邯郸只有一百里不到 而走寒卫边境的这支秦国大军 当他们行至贯献的时候 距离邯郸也只有不到两百里 如果使用骑兵的话 用不了一天的功夫 便会兵临城下 大公子 这可是原来蒙氏的那支部队 那可是有一支上万人的骑兵部队啊 谭峰看着地图 喃喃地说道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大公子 咱们得早做准备 如果这一切当真发生的话 那陆朝打的主意 就直接进攻邯郸呢 可我们现在 寒带有多少兵马 能不能挡得住秦军的攻击 一旦邯郸失手 赵国还在吗 周长寿低声说道 可是 关键是现在赵喜相信吗 他已经将自己 拴在了秦军的战车之上 正指望了秦军 将带军还给他 用来以平息民众怒火呀 赵峰看着周长寿 他能信我们的话 现在他已经昏了头了 那就做了他 周长寿杀气腾腾地说 做了他 赵峰看着他 气急反笑 你说得倒容易 你来做我看看 程卫军在李明俊手中 晋卫军在赵熙烈手中 连王上现在都被他控制在手中 我拿什么做了他 他做了我还差不多 大公子 我可不相信您在邯郸这些年 什么也没有做 以大将军的威望 以您的能力 在邯郸 不会没有收拢一些人手吧 哼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周长寿顿了一下 我还知道 今天您家里 有不少的客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554集 赵峰眼中 涂得闪过一丝 凌厉的杀意 手不自觉地伸向腰间 但一直是手微微一伸 却又拿了回来 呵呵地笑着说 这也是监察院的杰作 看来汉国监察院在我身上 没有手下功夫 周长寿 微微一致 赵峰转身走了回来 坐到椅子上 周将军 汉国人既然让你回来 必然有所持 你说说你手里的牌 看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你应当明白 如果我们没有毕生的把握 我是不会动手的 这只会将我们的性命 全都搭进去 与大赵 却无丝毫意义 盯着周长寿看了半赏 赵琪又淡淡地说 汉国监察院虽然无孔不弱 可在这样的战斗之中 我不相信他们能发挥多大的力量 一旦我们决定动手 那就是明刀明枪的较量 而且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解除战斗 否则 别等前人打来 我们自己就先完蛋了 汉国监察院 只提供一些情报上的支持 他们有人在火爆集中 身居幼稚 说来这个人你可能认识 他叫杨树 杨树 赵峰一下子跳起来 怎么是他 他居然是监察院的暗探 不可能 杨树加入虎爆集的时候 高远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杨树以前是燕灵薇的探子 隶属于宁泽成亲统 后来宁心不是去了监察院了吗 他就又成了监察院的人 我的天哪 虎爆集仅次于赵琪三大统领之一的杨树 居然是汉国的作探 赵琪你真是一个笼子瞎子 那这么说来 杨树手上的力量将会为我们所用了 杨树最大的作用 是为我们定位赵琪的位置 除了他之外 在成卫军系统之中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可用 谁 孟广 成卫军左将军 孟广 他是我多年之友 对于赵琪早就是忍无可忍 听着周长寿的话 赵峰再一次震惊起来 孟广与你是朋友 你今天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与他之间的事情 真要说起来 可不是一时三刻说得完的 周长寿笑着 此人可信 如果不可信的话 此时赵琪应当是带着大军 已经将这里包围了 我回来之后 第一个去见的便是他 赵峰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笑容 好 太好了 周将军 如果有杨树孟广两人加入进来 那这一次我们的行动便十拿九万 走 我带你去见见一些志东道合的朋友 赵峰笑着牵起周长寿的手 向着后边的密室行去 邯郸实行宵禁已经大半年了 入夜之后 街上出了巡逻的兵丁 压根就看不见一个人 整个邯郸一入夜 便整个的陷入到了黑暗之中 而在这片黑暗之中 一座早已停歇的赌场 地下室中 一边仰面躺在一张摇摇椅上 一边摇晃着 一边听着身边一名手下的汇报 这么说来 一切都准备就绝 这寒郸城中 马上便要风起云涌了 有好戏看喽 马车车轮 压在青石板上 却没有多大的声响 这是由汉国制造的豪华马车 专供达观权贵 特制制品 当汉国与赵启上处在蜜月阶段的时候 高远送给他的 而赵启也非常喜欢这辆马车 这种马车安装了特制的检阵 人坐在车内 如果不掀开车帘 在平坦的路上 基本感觉不到多大的颠簸 车内装饰可谓是极度豪华 精选上好的红木 作为马车的主材料 在很多地方 都包裹着最好的小牛皮 马车的正中间 一张暗截被镶线在地板之上 上面的茶壶茶盏一应俱全 而且也都极其巧妙的 固定在了暗截之上 不会因为马车的行进 而使他们挪动位置 泼洒出茶水 在马车的一角 安装着小火炉 小铜壶 一边的暗阁里 装着精选的木炭 车厢很小 足以坐上七八个人也有余 这种马车不仅是用来行走赶路的 也可以在赶路途中处理一些公务 照起这些日子以来 正如赵锋他们所预料的一样 焦头乱额 打击脸肿而至 金鲁峰事件 河东大营十万大军的覆灭 让他的声望跌到了最低谷 在秦国的压境之下 开放上古 使秦军可以直接攻击戴军 本来存着在秦国重重打击汉国之后 自己可以拿回丢失已久的戴军 但没有想到的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便是他在一败于秦国之后 又重重的得罪了汉国 他可不相信汉国会轻易的原谅自己 要知道 自己的这一举动 险些便葬送了整个汉兰雄的东方野战集团军 而汉国人记仇那可是出了名的 陆超派了特使过来 知会自己秦国大军仍然要通过上古撤回秦国 而戴军依然会在秦军撤退之后交还给赵国 可赵起却知道 这个时候接手戴军 不定是拿了一个烫手的山鱼在手中 汉国贺兰雄的大军正在向山南郡逼近 只要他们愿意 随时都有可能掉头来攻打戴军 而戴军被汉军经营了多年以后 早已人心似汉 赵勇虽然投降了 但原来戴军的大将秦雷 至今仍然在鹤岭城中赋予顽抗 秦军当时没有空去攻打这个弹丸小城 但没有想到 现在可就成了自己的难题了 赵起很清楚 在河东大营十万大军覆灭之后 在短时间内 不论是秦国还是汉国 都不是赵国能够对抗的 而他现在唯一的倚仗 便是他能成为天平之上的一颗砝码 影响到两国对抗的平衡 所以他必须要选边站 而他选择的是站在秦国一边 只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秦国的打算并不是要一个盟友 这十几天来 他一直待在王公之中没有出来 今天总算是能抽空子回家去一趟 总算国内反对的声朝 一生高远一生 但局势却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身子向后一仰 舒服地靠在小牛皮包制的背靠椅上 赵起闭上了眼睛 突然 马斯之声将赵起从睡梦之中惊醒 前行的马车骤然停下 惯性地让他身子向前一窜 两手紧紧扶住面前的暗鸡 却是将暗鸡之上的名贵的茶壶碰落在了地板之上 虽然茶壶没有打破 但一壶香茶却将它板上好好的红毯 被打尸了一片 赵起不由大怒 作死吗 他怒声喝道 大人 有人拦截 外头传来护卫们惊呼之声 紧跟着便是配刀出鞘的声音 保护大人 护卫们大声呼喝着 是谁拦戳 赵起沉声喝道 大人 好像是赵峰赵大夫 对 就是赵峰 火把亮起来了 天 赵大夫想干什么 外面的护卫们惊呼之声 此起彼伏 后面也来人了 后面来人堵住了我们的退路 是赵金赵大人 赵起深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闪过一丝冷笑 伸手推开车门 夜矮身子竟是从车厢内钻了出来 站在车员之上 看着不远处乐马而立的赵峰 在赵峰的身后 是一排排全副武装的士兵 赵峰 你这是要干什么 赵起笑容可惧地看着对方 你这祸国殃民的奸贼 今日赵某特为取你性命而来 赵峰急指对方大声喝马道 我泱泱大赵 何等强大 可自你当政以来 却是每况日下 落到人人都能欺负到我大赵头上 勾结金如风 葬送我十万河东大营士族 如今更是变本加厉 竟然连王上也敢软禁在宫中 赵起 你是想谋朝篡位吗 有我赵峰在 你休想得逞 乖乖下马受负 随我进宫去见王上 或可能饶你一命 要是有感二话 刀枪无眼 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听着赵峰的厉声苛责 赵起的脸色缠了下来 赵峰 我看在已故赵大将军的份上 对你一向幽容 但你不要太过分 现在老老实实带着你的人 回到府里去 闭门思过 我还可当作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 否则可别怪我 对已故赵大将军不敬了 听到赵起提起父亲 赵峰却是更加愤怒 枪了一声拔出刀来 指着赵起说 赵起 你不提父亲倒也罢 既然你提我倒想问一问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不要以为当时的人都死了 便没有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你不要忘了 你一个人是做不来这事 与你合谋的人 你可没有办法杀人灭口吧 赵峰 你要是再执迷不悟 别忘了这里是邯郸 是邯郸 那又如何 赵起你祸国殃民 想杀你的可不止我一个 今天随我一起行动的 不仅有赵金赵大人 还有子智大人 子张大人 更有无数我大赵健儿 今天便是你授手之痴 赵起盯着赵峰看了半声 也是笑了起来 好 好 果然是蛇鼠一窝 你们一起跳出来 都让我省了不少事 赵峰看到赵起事到如今 居然还嘴硬无比 大怒之下 挥刀怒吼 上 杀了这个奸贼 接到两头 赵峰与赵金的手下 死士发一声喊 挥舞着武器 便扑了上去 今天 他们得到了虎豹旗 杨树的通报 确认赵起将要出攻 在杨树的配合之下 他们终于成功地 将赵起堵在这里 现在赵起身边 不过只有百余名的护卫 正是杀他的最佳时机 赵起冷冷一笑 两手抓住长袍的衣巾 两边一分 哗啦一声 外袍被撕成两半 内里 赵起却穿着全身的铠甲 身边一名亲卫 递过头盔 与一柄长枪 赵起和和大笑 赵峰 你大概忘了 我也不是手无腹肌之力之人吧 赵峰冷笑 花钱绣腿 你知道战场之上打仗 是怎么一回事吗 你亲自上阵搏杀过吗 今天我就教教你 打仗 我或许不如你们父子 但论气算计 你还差得远呢 来人 吹号 牛角号声呜吹响 伴随着号声 是震天的沙寒 街道两边的屋脊之上 图得出现了一排排 手腕强弓的金卫军 原本紧闭的街道上的大门 在咣当咣当的声 被推倒在地 从那里涌出了大批的金卫军 放箭 乌脊之上 一个声音大吼着 赵峰大惊失色 抬头看着乌脊上那人 尸声呼道 赵七恋 你 你不是在宫中当职吗 哈哈哈哈 赵峰 王你是赵大将军的长子 岂不闻 虚虚实实 用兵之道呼 你们这些人的小动作 早在我们掌控之中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放箭 将这些叛国的贼子 统统射杀 无数的语剑呼啸而至 街道之上 拥挤在一起的紫士们 惨呼着纷纷倒地 一轮箭语过后 两边的禁卫军士卒 呐喊着冲了上来 站在车员之上 看着被围困的赵峰 左冲右突 却始终难以杀出 重围的赵峰 赵琪冷笑 原文想看在赵大将军的份上 留你一条性命 可是你自己太不老实了 居然想算计过 毛都还没长齐呢 赵锡利 跃下了屋脊 走到马车跟前 爹 要不要留赵峰一命 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留下他干什么 再算计我一次 此人仗着赵大将军 遗存的威望 能蛊惑不少人 还是死了干净 杀了他 到了这个时候 赵峰自然知道 自己的密谋 早就落在对方眼中 只是他无论如何 也想不出 是哪里出了问题 杀 杀出去 赵峰怒吼着纵马回刀 拼命地向前冲去 而他身边的百余名老族 却是他当年 从河东大营之中 带出来的老兵 战斗力 显然不是魏京大战 金卫军们所能比拟的 一时之间 竟是将这百余人杀得连连倒退 眼看就要堵不住了 放箭 眼看着要冲出去的赵峰耳边听到的是连绵不绝的弓弦声响 身子如遭重锤 瞬息之间身上已是连中十数箭 再马上再也无法坐稳 一跤跌将下来 几名老族一把托起他 挥舞着武器 嚎叫着向前突围 但随着弓弦的声声响起 这些用身体护着的赵峰的老族 终于还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了下去 敢跟我作腿 那就让他去跟他老子做伴 赵琪冷哼道 爹 王公 王公 身边的赵锡烈突然惊呼起来 赵琪豁然回头 在离这里数里远的王公处 火光冲天 喊沙之声隐隐传来 汗刷了一下冒出 赵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杨树微笑着踏进了宫城的大门 在他的身边 装扮成他的亲兵的义兵 同样笑容满面 而在杨树的另一侧 周长寿手握钢刀 杀气腾腾的一刀 将一个从地上爬起来 身受重伤的精卫军 再次砍翻在地 回过头来 对身边的士兵力声道 马上占领出宫的各个出道 一定要将王上找到 这才是大汉王国监察院 策动的真正计划 大汉王国需要赵国 作为一个缓冲 但却不需要一个统一的 有凝聚力的赵国 一个分裂的赵国 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赵锋等人 本来就在策划对付赵琪 只是因为实力的不足 而迟迟没有下手 当周长寿归来 抛出杨树与孟广 两枚棋子之后 终于让赵锋下定了决心 在窜夺着赵锋 赵敬 子至子张大臣 尽力的去对付赵琪的时候 这一边的杨树 却将这一消息 透露给了赵琪 赵琪立即调动禁卫军 不动声色的布下圈套 来围剿赵锋等人 在赵琪看来 赵锋等人 已经是他在国内最后的一批敌人 他不主动出手对付赵锋 但不等于可以让赵锋安然无事 既然是赵锋主动出手 那赵琪便再也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事后也不必担心 其他赵国的权贵责难 毕竟赵木虽亡 但其在国内的威望 却是至今无人能逼 赵琪将赵锋 看作自己在国内最大的敌人 殊不知不显山不露水 一直表现的尽忠之首 在他面前毕恭毕敬的杨树 才是汉国这一次最大的胜负手 大量禁卫军出宫设服 宫内空虚 在长劫之上 赵锋发动对赵琪的进攻的时候 杨树带着属于他自己的人手 以及从孟广军中调动的一批部队 再加上周长寿的心腹 以及监察院在继承的人手 出现在攻城之外 杨树的身份是虎豹齐的三大统领之一 一向深得召起信任 经常出入攻城 而当禁卫军大批出宫之后 杨树带着人来接防 守卫攻城的将领 一时的疏忽大意 当宫门一开 一切便已经不可挽回 军队冲进了宫内 留守的禁卫军 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啊 不论是杨树在虎豹其中的亲信 还是周长寿的心腹 或者是监察院的行动人手 哪一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好手啊 弱一点的也就是 孟广的麾下了 禁卫军被杀得步步倒退 转眼之间便已经被杀散 当赵启在长劫之上 还没有来得及 将赵锋等人全部拿下的时候 赵国王公却已是落到别人的手中 调虎离山 声东击西 鱼蚌相争 渔翁得利 监察院的这一次行动 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费尽了心思 杀了赵启 不 这不是汉国想要的 赵启的存在 对于汉国还有着莫大的好处 反倒是赵锋这样的人 大汉王国万万是容不得 刷刷两声 周长寿手起刀落 最后两个手在宫殿门口的卫室 惨叫 倒在了血泊之中 周长寿提着血淋淋的钢刀 跨步进入到了大殿当中 以前他也曾经来过这里 参见赵王赵无极 不过那个时候 他可是毕恭毕敬 连随便动一动 也觉得对赵王的不惊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提着带血的钢刀闯进来 赵王赵无极脸色惨白坐在那 在他身边 他的四个夫人瑟瑟发抖的 站在他身后 紧紧揪住赵无极的衣裳 而赵无极的怀里 则紧紧抱着 他还未成年的一双儿女 事实上 在周长寿等人 闯进攻来之前 赵王赵无极 已经被赵齐软禁在了 这一座宫殿之中 赵齐当政之后 赵国连战连败 不仅在战场之上 在外交内置之上 可谓是一败涂敌 赵无极早已对赵齐不耐了 可虽此时赵齐此时语意已成 想要动他 没有一个好的窃机 万万是行不通的 何东大败给了赵无极 这样一个机会 可是他刚刚表露出 对赵齐的愤怒之时 赵齐却已经提前下手 曾经刚愎自用 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赵无极 便憋屈成了自己 麾下陈子的猎物 借着火光 看着闯进来的周长寿 赵无极的脸上露出了 差异至极的神色 周将军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在卫国吗 周长寿看着昔日 这个一言九鼎的君王 当真是万分感慨啊 人比人气死人 看看大汉王国的国王高远 再看看自己曾经无比 敬仰的君王 如今这副模样 周长寿只能感叹 人是不能比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555集 当地一声 他扔掉了手中的钢刀 双手抱拳 单膝跪倒在赵无极的面前 王上 我回来了 您受委屈了 赵无极眨巴着眼睛 看着周长寿 显然还没有明白过来 你说什么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周长寿扬起脸 看着赵无极 王上 赵启的恶行 末将虽然被隔绝在魏国 却也得到了消息 赵峰 赵大夫 以及赵钦赵大人 紫智大人 紫张大人 联络微臣 希望微臣回来 一手联起对付赵启 所以微臣便 抛下了那里的军队 冒险遣回邯郸 就在今天晚上 由赵峰大人 负责吸引赵启的注意力 而微臣则负责进宫王宫 微臣不负众大人的所托 已经成功将赵启 留在了宫中的党羽 尽数杀死杀散 王上 您自由了 听到周长寿 说到这里 赵极蹭了一声 站了起来 怀里的一双儿女 不防之下 也被带了一个跟头 后头两位夫人 赶紧将他们扶了起来 你是说 你是说赵启已经 被拿下 我 我又是赵国的王上了 王上一直便是我 大赵的王上 至于赵峰大人 是不是已经拿下赵启 微臣却还不知 微臣的任务便是 负责杀紧攻来 救王上 并守护王上的安全 好 好 赵极如是重负 我就说咱们大赵 怎么会缺了忠义之士 对对对 这是虎豹齐的杨树吧 你能弃暗投名 很好 很好 我会重重地奖赏你们 这是传的本分 陈一向忠于大赵 忠于王上 只是以前赵启事大 微臣只能任气吞声 苟延残喘 一带良机 周将军归来之后 与臣联络 臣便积极响应 总算是将王上救了出来 好 对于忠臣义事 我是绝不会亏待你们的 你们现在手上有多少人马 本王要亲自带领他们出去 亲手杀了赵启这个奸贼 王上 万万不可 周长寿与杨树两人 一搞同声说 微臣手上的人手 只足以守卫王城 而赵启在皇城之中 势力极大 赵启烈掌控了大部分的敬卫军 而李明俊也控制了成卫军 陈等虽然努力 但也只不过 说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现在王上出宫 胜负为之 如果那赵启心怀不轨 孤独一致 对王上不利的话 我等没有信心 能挡住他的攻势 这 那这如何是好 万一那赵启杀败了赵峰等人 又来攻打攻城怎么办 王上 放心 这便是我等一定要将周将军 请回来的道理 周将军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 即便赵启率众来攻打攻城 我们也能守上三五天 其实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只要到了明天 消息传开 邯郸百姓 还有成卫军 禁卫军中 不明真相的士兵 等到知道了真相 反戈一击便不是梦 到了那时 王上登高一呼 那赵启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杨树 侃侃而谈 言之有理 那我们就在这里静等消息 赵启极听到攻城无恙 顿时心中大患 长街之上 赵启脸色铁青 看着攻城的火光 听着那隐隐传来的喊煞声 整个人都在颤抖 马蹄声极响 一名禁卫军满脸是血 纵马击奔而来 赵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赵启烈厉声吼道 赵启人率兵出宫不久 杨树杨统领 便率领一部人马 说是今晚韩带有人作乱 而金卫军出宫较敌 宫中防卫空虚 所以命令他带着一帮虎豹旗 率住房宫中 汪将军一时不察 打开城门 哪里想到 那杨树竟是一个反贼 一进宫门 那些虎豹旗便开始 砍杀宫中住房的金卫军 猝不及防之下 我们大败 死了没剩几个了 连汪将军也被周长寿杀了 小人以前见过他 赵启仰天一声长叹 全套 所有的意见 只不过是一个衬头 周长寿啊周长寿 既然回来 那汉国必然在其中掺了一脚 爹 我马上率人赶回宫去 打下工程 一切还在我们掌控之中 赵启面色惨然摇了摇头 你以为周长寿回来是干什么呀 有他在 工程就没有那么容易打下来 等到了天明 汉郸必然得到消息 这城里反对我的人难道少了吗 不说别的 只说到时候赵启极在工程之上 这么喊声几声 你的部队还有多少人有战斗意志的 赵锡列此时脸色惨白 爹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带人去大王子府 他现在应当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去抢他出来 然后我们会和李明俊杀出去 去上宫 赵锡深深吸里口气 稳住了心神 爹 我明白了 赵锡列不再多说 转身打马而去 赵锡转过身来 看着不远处 已经被抓住了赵锋赵进等人 眼中凶光闭现 纵然有无数死士 愿意为赵锋挡箭 但此时赵锋身上 还是挨了有几十只羽箭 如果不是身上的甲胄够好 早已经死得透了 饶是如此 此时赵锋也是出气多 尽其少 赵锡走到赵锋身边 看着被两个士兵架起的赵锋 伸出手去 扯住了赵锋的头发 用力将赵锋头拉了起来 看着那一脸满脸鲜血的面孔 赵锡冷笑 赵锋 你自娱英雄 自命不凡 但如今感觉怎样 你只不过是别人利用的一条狗而已 堂堂的赵大将军的长公子 如今却沦为别人玩弄于鼓掌之上的一枚棋子 感觉如何 赵锋竭力睁大眼睛 鲜血流过眼睛 使他的双眼看到的始终是血红的一片 他用力地盯着赵锡 他呵呵地笑着 纵然是一枚棋子 但只要将你拉下马来便值了 没有了你 赵锋才有救 赵锋才有重新振兴的希望 没有了我 大赵还有千千万万的才军会站起来 所以很值得 看着赵锋 召起笑了 赵锋 你可真是幼稚啊 与你老爹一样 你爹在军事之上的确是一个奇才 但在政治之上他就是一个白痴 当年如果他支持子兰上位 又怎么会有数十年赵无极与子兰之争 他保持着可笑的军人职责 却不知这样正是害了大赵 既然支持了赵无极 那就不应当还幻想与子兰保持友情 两面都想交好 最后确实一样也落不着 所以他死了真是不愿 如果他早一些死的话 大赵说不定还会更好一些 而你呢 你以为将我拉下了台 赵国就能好吗 我呸 你当真是痴情妄想 你也不想想 周长寿是怎么回来的 这几年周长寿是怎么过来的 如果说他没有投靠汉国 我自己抠了自己眼珠子去 是 我现在是想向秦国取悉 可又拿怎样呢 现在赵国早就不是原来的赵国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强者 先卑微地活着才能想下一步 可是你配合着他们将我拉下马 结果会是怎样 只不过换了一个强者衣服而已 秦国变成了汉国而已 你 你胡说 赵峰向着赵启 吐出了一口唾沫 赵启微微侧身避开 说你天真 你还真是天真 你们今天要在这里服气我 你知道是谁向我告发的吗 杨树 那你知道现在帅人 打进王公的人是谁吗 也是杨树 在他身边还有周长寿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杨树 杨树 赵峰难难地说道 赵启可怜地看着他 讥讽地说 我现在是终于想明白 他们最想杀的其实不是我 他们最想杀的 其实是你们这些 自命为大臣忠臣的家伙 我是已经无法回头了 我囚禁了赵吴奇 他恨我入骨 现在赵吴奇落到了汉国手中 更加不会饶我 而我为了活命 只能选择出头 所以大赵将分裂 分裂成一个依靠秦国 一个依靠汉国 赵峰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假如不是你这么做 我至少还能勉励 做到大赵的徒义 盯着赵启 赵峰扑的一声 又吐出一口鲜血 你 你胡说 胡说 你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 如果不是这样 杨树何必要将你在这里 伏击的消息传给我 让我在这里设下圈套 反过来猎杀你们 只可惜 你 我 都被他们算计了 我赵某一声 自于智计 但与汉国这些人比起来 当真是小吴前大吴啊 好算计 好诚服 佩服 佩服 盯着赵峰 赵齐冷笑 现在大公子已经落在了 我的手中 我想 这也是汉国想看到的吧 我将率部奔赴上古 在那里立大公子为王 然后宣称杨树周长寿 为汉国的奸行 他们已经挟持了王上 虽然赵国之内 恨我的人很多 但周长寿与汉军合作数年 过得有滋有味 想来信我的人也不会守 我还会继续活下去 活着与高远斗过你死我活 而你 却只能去跟你老爹见面 手一松 赵峰的头 无力地垂下去 赵齐转身走了两步 又回过头来 看在你马上就要死的份上 我还可以告诉你 你爹的确是我杀的 但所有的谋划却是高远 他设计好了所有陷阱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被迫 去执行的 算了 说这些也没用 你们父子两人都死在我手中 也算是一种缘分 看着赵齐远去的背影 赵峰声嘶力竭地大吼道 赵齐 我要杀了你 背后一道寒光闪过 叫声戛然而止 赵峰抖大的头颅掉落下来 在地上咕噜噜的滚了好几圈 沾满了污泥血迹 可一双大眼睛 却仍是震得圆圆的 死不瞑目 赵齐根本就没有回头 直接走到赵金的面前 看着赵峰在自己面前被砍掉了头颅 赵金吓得牙齿咯咯作响 让命 让命 赵大人 我还有用 有用啊 我马上要逃跑了 你的身材太重 我没有好的战马能拖起你 所以 还是请你去与赵峰作伴 不等赵金再说话 身后士兵收起刀落 赵金肥大的身躯 随之怦然坠地 被勤的紫张紫智看到赵琪走向自己 却是紧闭双眼 根本就不看得 看着紫张 赵琪微叹 紫张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合作愉快 为什么就不能从一而终呢 你为什么要背叛 紫张微叹摇头 紫智却甚是强硬 要杀便杀 何须多言 赵琪 你害了赵国 如果不是你紫兰如何违判 赵大将军如何违死 近如风如何上台 河东十万将士 如何会丧失长平 你白死 难输弃罪 今日杀了我 懒日次有人会杀你 我等将名垂青史 而你将遗臭万年 明垂青史 遗臭万年 有区别吗 都只不过是史书上的一笑而已 我只知道我活得比你们长 我还有翻本的机会 而你们 没有了 远处马蹄声传来 转眼之间赵锡烈已经到了几人面前 爹 我已经请了大公子 李明俊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他挥下梦广叛乱 突然对他发动攻击 但现在已经被他击退 李明俊现在正在西门等着我们 赵锡翻身上了侍卫迁来的战马 转头看了紫智紫张一眼 冷笑一声 转身变形 赵锡烈恶狠狠地盯着两人 手里用力一下 喊了 天色微明之际 王宫之中的大火已经被扑灭 一鸣鸣的信使往来穿梭 向着周长寿杨树汇报着整个邯郸的情况 这么说来 赵锡果然带上了大公子逃往了上谷 我们的计划已经基本成功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强邯郸的守备 竭尽全力准备守城 如果陆超攻来我们守不住邯郸 那先前做的一切可就是一个笑话了 杨树看了周长寿 周长寿点了点头 嗯 正是如此 孟广 现在 城卫军还剩多少啊 城寿 城卫军一共五万人 我手下控制万余人 而赵锡逃跑的时候 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邯郸的城卫军 也悄悄留了下来 他们的将领找到了我 这些人加起来龙宫也有五千余人 现在城卫军能作战的只有一万五千余人 周长寿转头看着杨树 虎豹齐三位统领 其中一股是赵锡的心信和烈 已经跟着赵锡一起跑了 另外一位统领 卫军 却留了下来 但你也知道 虎豹齐虽然精锐 但真正能用于作战的只是一小部分 不到脸千人 剩下的都是属于情报系列 守城却是派不上什么用场 这么说来 咱们凑不凑法 也能拼出个两万人左右来 但别忘了 我们还有王上啊 现在正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 让他出文告 甚至于亲自上城头 去向邯郸百姓演说 赵国已经到了存亡之秋 所有邯郸百姓 都有守卫家乡的责任 邯郸数十万的百姓 就算只有十分之一拿起武器 那也足够让秦人头疼 一边的义宾走上来 邯郸的守卫自然是要加强啊 几位将军的想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咱们并不是孤军作战 此时叶真将军正率部逼迫陆超 属下白起 勾一步 而在韩靖的雪原司令官的背野 也会适时转向 实实在在的威胁着陆超 亲率的元盟是不对 陆超如果能一鼓而下 邯郸那自是不必说 只要咱们坚持个数天 那他可就又要成为另一个理性了 陆超不是傻瓜 不会冒这个险的 要是他的这支部队再被咱们打光了 秦国可就要成光杆了 几人对视一眼都是大笑 这一次的计划 双管齐下 配合默契 根本让对手没有反抗的预递 邯郸自此将落入 亲汉派手中 而被赵吉软禁的赵无吉 只不过换了另外一个人软禁他而已 如同被赵吉劫走了他的大儿子一样 赵无吉的存在 也不过是双方都需要一面在外招展 宣扬正统的旗帜而已 陆超轻轻地摇头 再又摇了摇头 砰的一拳 重重砸在大岸之上 将大仗之内十数名高级将领都吓了一跳 正在向陆超禀报赵国局势变化的黑兵台将领 钟平的声音亦是戛然而止 呆呆地看着陆超 赵国的局势变化便如同一幕传奇大戏一般 跌眼起伏 只怕连最好的说书人也编不出如此一幕一搏三折 变化莫测 让人眼花缭乱的情景 只是这个结局 却绝不是陆超想要看到的 韩帝给了楚国 现在被汉国夺去了 辛辛苦苦打下的魏国 现在也无法守住 只能拱手送于汉国 两路大军被迫后撤 原本打算在回城途中一举拿下赵国邯丹 将赵国灭掉 以使秦国这一次的大洞干戈多少有一些收获 但现在这样一来 所有的打算便又落在了空处 又是汉国人 又是高原 陆超咬牙切齿地想到 为什么时时处处 他都能走在自己的前面呢 大将军 仍然按原计划行动吗 陆超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还怎么按原计划行事啊 完了 所以我一切都完了 现在我想的就是如何平平安待着大军撤回国内去 大将军 末将有不同意见 一名中年将领跨步而出 向陆超攻了攻守 杨生说道 这名将领叫华镇 原本是蒙氏大力提拔的一员将领 甚至有许多人认为 华镇是蒙氏最为鼠疫的接班人 而且此人亦是蒙氏的外加亲戚 蒙氏莫名其妙地被召回国内 而陆超则接任了大将军 看着这个比大将领所有将领都要年轻的大将军 蒙氏麾下这些人如何能服气 这二十年来 这支大军一直便驻扎在秦楚边境 由蒙氏一手捅带 这大战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蒙氏一手提拔起来的 对蒙氏向来忠心耿耿 如果不是蒙氏临行之前的严厉训诫 只怕这些将领们早就给陆超难堪了 陆超来到这支大军之中 典型的属于单枪匹马 没有带一名亲信将领过来 跟着他过来的只是一些亲兵而已 华镇将军有何见解 不妨说出来大家一起参详 陆超丝毫没有在意 华镇很冲了语气 微笑抬了抬手说道 末将认为 现在正是大好良机 华镇环视着四周的同僚 大声说道 邯郸内乱 照起带着数万大军逃出邯郸 奔向上古 那么现在邯郸岂不是空虚之极 邯郸原本就只有 成卫军和禁卫军两支军队 现在这两支军队的大多数人 都跟着照起跑了 与我们而言 邯郸岂不是如同不设防疫般 不需勾议 摆起他们那一路行动 只需由我军出动 百多里的距离 强行军不足 不过两日功夫 骑兵更是大半天变革抵达 所以末将认为 这个时候攻击邯郸 正是最好的时机 比先前还要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枪手一号 不会想百里图图 断根 第五百五十六集 陆超的脸上仍然带着笑 看着华镇 刚刚钟平将军的话 华将军没有听清楚吧 邯郸的军队的确大部分 跟着赵琪跑了 但仍然有差不多 两万赵军留了下来 而且指挥他们的是 老将周长寿 现在邯郸城内 正在给轻壮发放武器 整顿城防 积极备战 他们是在防谁 难不成是 怕赵琪杀个回马枪 他们防的正是我们 那又如何 两万士气低落了赵军 与两万头猪又有多大区别 我大军一致 还不是土鸡娃狗一般的 将他们一击摧毁 陆超脸上的笑容 渐渐脸去 华镇将军 原来你作战 不是靠着详实的情报 充分的准备 而是靠着自觉 高人一等的心气是吗 你了解赵军多少 你了解周长寿多少 在对方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邯郸的城市 射方知道多少 哪里是弱点 哪里是对方重点防御的区域 华镇的脸 一下子涨了通红 刚刚陆超还和颜悦色 可是一转眼 人脸一曲 狗脸一挂 竟是摆出了大将的威风 毫不客气的将他呵斥了一顿 大将军 我们坐拥十万大军 竟然怕了这些残兵败将 大将军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行不行啊 如果蒙氏将军在此 哪里会如此瞻前顾后 必然早已展开行动 华镇如此说话 即便大将之内都是蒙氏以前的亲信 自可也都是鸦雀无声 瞪大眼睛看着陆超的反应 陆超心中急怒 心知要是今天不将这个华镇 嚣张气焰打下去 只怕自己将在这支部队之中 无立足之地 在军中磨砺这许多年 陆超对于军队之中那些套路 可谓是熟悉之机 这华镇选了这么一个时机 向自己发难来证明他的英明 心也急切了一些 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 银样落枪头而已 真是不知道蒙氏怎么会 看中了这么一个人 听说华镇将军 乃是蒙氏将军的得意门声 不过蒙氏将军就是这样 教华镇将军作战的吗 试一试 陆某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大军行动用这种词汇啊 十万大军身家性命 竟然能拿来试一试 华镇 周长寿以前是赵木手下的 哼哈二将之一 后来多次调动到了魏国 协助魏国抵抗我大秦军队 数年作战与我大秦打的是 难解难分 是一个难得的萧将 汉国人将周长寿弄回去 目的在哪儿 不就是为了让他帮着守寒丹吗 陆超看着华镇淡淡地说道 语气之中不屑 却已是显漏无遗 陆大将军 您只为在我之上教训我 我也只能听着 但还请你不要侮辱蒙氏大将军 蒙大将军率兵打仗的时候 你还在吃奶呢 看着华镇激动的神色 钟平不动声色地跨前一步 站到了陆超的身侧 他是黑兵台的高级将领 除了本身的事务之外 另外一项秘密任务 就是要监控这些蒙氏的亲信将领 他身上携带着一纸命令 如果陆超不能压服这些 交兵汉将 他可以杀一井百 不过这只是最后的手段 钟平也清楚 如果自己真借助这一手令 动手了 只怕陆超在这支军队之中的使命 也宣告完成 秦武列王也一定失望得很 大仗之内所有将领都是赫然色变 秦军军归森严 上下级之间体系极其严密 这种场面 这些将领平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不过陆超也着实年轻了一些 虽然也是战功赫赫 但近年来对上汉军可是没有什么盛计 华镇出头一闹 众人虽然有些担心 但也不会怕陆超会怎么样 众人倒是怀的想 看一看这新任的大将军几斤几两的意思 左右法不责重吗 陆超孤家寡人到此还敢对华镇怎么样呢 蒙氏大将军我自然是敬重得很 不过我对你倒是失望得紧 邯郸周长寿已经借着赵无极的名义 向赵国全国发出秦王令 你能确定赵国各军各地 会有多少兵马向邯郸集中吗 我们的后勤粮草能支持我们多长时间作战 如果不能在极短时间内拿下邯郸而陷入僵局 我们将会怎么办 你想过 大将军作战无虑胜无虑败 这么多的未知因素都将对这一次的作战有着影响 我们贸然出击 一旦失守 后果不堪设想 他看着还想说话的华镇 哼了一声 你所说的 只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形式 如果出现了对我们最不利的那一种形式了呢 诚然如你所说赵军现在士气的确低落 但你考虑过汉军吗 虽然还没有得到断后军队的报告 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汉国的许元集团 叶真集团一定在向我们迅速靠拢之中 看了一眼仗中将领 一旦我们作战不顺 汉军追上我们 将我们困在邯郸周边 我们就是全军覆灭了下场 李信大将军在草原之上这一败 于我们大清而言 可谓是伤筋动骨 李大将军麾下十万大军 王大将军麾下五万士族 那都是我大秦的惊汉之师 他们没有了 现在支撑的只有我们这些军队 如果我们万一有什么闪失 汉军便能直接挥兵进攻过大清本土 你们考虑过这个后果吗 初开华镇 所有将领都垂下头 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 自然不会想不到这种可能 抱 外头传来大喊之声 进来 陆超沉声说道 一名军官大步跨进大张 向陆超行了一礼 何大将军 段后军队发来紧急军报 汉国北方野战集团军 许原麾下公遂义 落雷率两万的骑兵 正迅速向我军靠近 距离我军后军不足百里 而本来正在魏国的野真 中央集团军麾下步兵 一率一万骑兵 正迅速追击我军 听到军官的话 帐内立即发出一阵 道歇了凉气的声音 抱 外头又传来禀报的声音 又一名军官大步而入 白杰将军遣人来报 汉国青年纪委军团 两个军的兵力 正在向上官红的亲自带领之下 向我军逼近 陆超挥了挥手 让两名军官退了下去 眼睛瞪着帐内的将领 看着众人有些震惊的神色 他冷冷地说道 邯郸事件便是汉国一手策划 一环套着一环 现在汉军正希望我们去打邯郸呢 如果我们真按照他们所希望那样 大秦亡国五日 传我军令 全军拔营 立即加速撤退 传给白杰勾异 立即向上古退兵 让他们找到赵齐 与对方联手 以防汉军攻击 遵命 帐内所有的大将 齐声报权应命 陆超转头看着华镇 冷冷地说道 华镇将军 你就不用回部队去了 我会让你的副手 接替你的位置 你先去后勤 替大军筹措粮草吧 时间已经到了八月中旬 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 渔阳 昨天刚刚下了一场 持续数个时辰大暴雨 使得溢水和暴涨 咆哮的河水 打着旋奔腾而下 浑浊的河水不时冲击着河堤 不时有一块河堤 被迅猛的河水冲击 在哗啦啦的生影之中 泥土夹杂着石块落入水中 低暗之下便出现了一个缺口 高远副手站在敌岸之上 看着滚滚而来的河水 眉头紧紧地皱起 这一次他来渔阳 是因为秦国通过四海商贸 表达了想要谈判的要求 从大草原入河京 然后越过吕梁山 最后抵达渔阳溢水河 渔阳所遭受的大劫 让一路行来的高远 心中充满了愤怒 对于陆超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四个字的评价 丧心病狂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 陆超这一手 却郑重汉国的软肋 抚恤 经济 重建家园 每一个都是 都会让汉国本来 雷若的经济雪上加霜 渔阳本身是大汉的 几大粮仓之一 今年大汉的粮价 只怕要涨上一涨了 对于李信 王潇这样的对手 高远更加头疼 像陆超这种人 因为李信 王潇这些老一辈的军事家 形势一般都会留有余地 不会对百姓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也不会对民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但陆超这种 为打击敌人而不择手段的家伙 要难对付得多 因为他没有底线 当初自己因为利用陆夫人 对自己的信任 而破了山南郡城 怀着怀旧的心 放走了陆超 没有想到十年过去 这个当年尚有些 书生义气的人 竟然成长为了今天这样一个怪物 只怕这其中 还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吧 高远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一饮一酌 自有天定 陆超大概就是老天爷 降下来磨难自己的吧 怎么对付他 高远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这场大雨对于阳的灾民来说 恐怕又是雪上假说 高远看了一眼身边的渝阳郡守 杜成浩 这位郡守本身就是渝阳人 是经蒋家全介绍 及早投奔高远一批人之一 原本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 现在胡子拉叉满脸憔悴 官袍的下摆提了下来 一脚椰在腰带之上 两只靴子上沾满了泥水 连袍子上也能看到点点的雾尽 听到高远的问话 杜成浩沉重的点了点头 老天爷不做美啊 这一场大雨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绝大部分的灾民都还没有归家 都住在临时的帐篷 和自己搭建的窝棚里 昨天我跑了几株聚集点 不少窝棚被大水给冲毁了 一些靠近河边的灾民 在洪水到来之际 没有及时撤退 死生不少 还有一些因为山上滑坡 被埋在了里面 现在军力正在组织人手挖掘呢 就算救不出来人 总也要将尸体挖出来吧 伤亡多少 高远深深吸了一口气 初步统计 死亡人数已经过百了 杜成浩咬着牙 鲁超这个龟孙儿 总有一天不得好死 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 也做了出来 王上 那杨大傻位敌如虎 窃战必敌 还请王上严惩于他 兔军手 曾县仪没有跟你讲吗 对了 你是文官 这些武士呢 曾县仪没有向你说也是正常 当时杨大傻不出兵是正确的 因为事后发现陆超射下了圈套 埋伏了大量的兵马 杨大傻如果出城 只怕就是凶多吉少啊 有这等事 杜成浩诧异地说道 王上不是为那杨大傻开拖吧 你杨大傻那性子 如果真是这样受了委屈 岂有不抱垂陈下一顿的道理 他可是有名的傻大胆 杨大傻呢 也是苦人家出身 杜军手心系百姓 这才痛骂于他 他又如何不理解呢 哎呦 陈下会再下一次见到他时 向他道歉的 哎 那倒不必了 或许杨大傻现在已经忘了这件事 渝阳救灾不仅是你们渝阳军的事情 朝廷会向你们这里 拨付大笔的资金 粮食 以及各类救灾物资 并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运来 这一次的特别战争税法案已经通过 朝廷手头也宽裕了许多 多谢王上体虚鱼羊百姓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更何况让麾下的子民过上好日子 本身就是我这个大王的职责 我没有做好 这次秦国的出手的确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所幸的是 这一仗我们究竟是打胜了 比最惨那好一点点 王上 对面过来传了 何卫元指着变宽了许多的和面 大声说道 一定是那个李如过来了 这个老不死的 搅出那么一个丧心病狂的弟子 等会儿我一定要痛骂他一番 一边的杜成浩气鼓鼓的说 听了这话 高远心中纵然有千般愁也被逗笑了 看来这一次于阳的事情 当真将这位原本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的书生 给彻底的改变了 竟然一开口就是脏话 高远咳嗽了一声 杜丁手 你去忙吧 于阳俊如今不但有人祸 更有天灾 有你忙着 你就不必在这里陪着我了 杜成浩愣了一下 不过想想王上说的也对 现在于阳俊可当真是千头万绪啊 先前是王上来了 自己不得不来觐见 做陪 可是为了骂李如一顿 而耽搁自己的宝贵时间 那可就大大不值了 王上说的是我糊涂了 有时间骂这个老不死的 还不如去做一点实用的事 这个老不死的 杜丁浩横着眼睛瞄了一眼 正在慢慢向这边靠近了船只 重重地呸了一口 转身急不离去 河中船上 李如盘坐在船头 身后站着两名护卫 船悬旁 四个汉国士族正挥舞着船桨 竭力地与汹涌的河水做着搏斗 可是尽管他们挥汗如雨 船只仍然在缓缓地向下飘去 待得靠岸之时 离着先前预定的靠岸地点 却是偏上了上百米 李如在侍卫的扶持之下 跳下船头 双脚踏上了石地 竟是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两只桥也有些发飘 不由暗叹一声 难道熬了 前些年自己行走天下 穿山越河 什么大风大浪没有遇到过 何曾有过这样一条河 竟会感到头晕呢 汉国那边已经有人迎了上来 李大家 请 向前走了一段距离 李如有些老花的眼睛里 终于看清了那个站在河堤之上的人物 脚下一顿 大吃一惊 汉国方面只会说 在溢水河畔 与他见面会谈 并没有说明谈判的人选 他本来以为来的不是自己的师弟蒋家全 便会是汉国义政里 另一位重要人物 颜盛号 可是没有想到 居然是高原本人 高原转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远处的他 微微点头失忆 李如急步走到高原身边 双手抱拳一一到地 李如见过汉王殿下 不必了 蒋先生与我一时一友 你是蒋先生的师兄 我可受不起你的大礼 非也 近日到此与汉王殿下谈判的 并不是蒋家全的师兄李如 而是大秦的礼主 那好 见如此这一礼我便受了 李如先生请 这里风景不错 站得高些 自然看得风景变多些 但如果脚下即使不够牢靠 也很容易跌得极惨 汉王殿下 你的脚下的低暗 正在垮塌呢 李如微笑走到高原身边 看着滔滔的河水 以大家说得好 将谈判地点 定在溢水河畔 是我的决定 您知道为什么吗 汉王殿下行事 一向出人意料之外 倒要请教一番 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小的 扶风的县尉 奉大爷夜相之命 率令来到与赵国作战 那时我身边仅仅有数百的士兵 当年的夜相 当然也是我的以后的岳父 一定认为我死定了 为了那句带我长发及腰 你来取我可好 那可是传颂一时的名句啊 也不知癫狂了多少 吃男吃女 那是我平生最险恶的一仗 高原转过头去 看着滔滔河水 那时的赵国对于燕国来说 哼 还是一个庞然大物 身前是强劲的赵军 身后却还有心怀叵测的上司 而我身边却只有三百名 随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那时的我心里可当真是 一点点都没有 可是后来你赢了 李如淡淡地说 也正是这一仗 让你崭露头脚 从此踏上了一条青云大道 才有了现在的你 青云大道 正是因为 易水河这个当初的战场 对我意义重大 所以我将这一次的谈判 放在这里 就是要告诉自己 不光我现在有多么强大 都不要忘了当初的如履薄冰 不管做什么 都要如离深渊小心 战战兢兢 一步一个教议 说得好 难怪汉王殿下 有现在的成就 但是这一份心态 就不是常人所能拥有的 汉王殿下 我想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随时都可以开始 高远哈哈一笑 就在这溢水河畔 就在这滔滔河水之边 让我们两家来好好谈一谈 这一次的事情吧 河堤之上 铺上一大块毛毡 一张暗记 搁在毛毡之上 两人盘膝 相对坐下 耳边传来 隆隆的溢水河 咆哮奔腾之声 李如却在心中 快速盘算着 他没有想到 高远会亲自来 进行这一次谈判 这让他先前许多策略 顿时都落在了空处 当然 高远亲自到此 也不是没有好处 那就是 如果一旦敲定了某些事情 将来执行的力度 和达成的可能性 便更要可靠许多 大秦希望结束这一次 意外之战 与大汉王国达成和平 李如看着高远 一字一顿地说道 高远轻轻敲了桌子 李大家 这不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战争 而是秦国蓄谋已久的一场 针对汉国 有着明显战略目标的战争 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 如果没有山南郡成 我不得顽强抵抗 如果没有大草原上 成千上万的匈奴牧民 对秦军的袭扰 那么我大汉东野 就会被你们全歼 紧跟而至的 必然便是基石郡 大燕郡等我大汉后院的不保 丢掉这些地方 我大汉历史便会陷入困境当中 更何况 为了指使楚国 与你们左右夹击我大汉 你们甚至还送出了 寒帝三郡给楚国 所以这不是意料之外的战争 只不过战争的结果 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而已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557集 看着李如有些发青的脸 高远又淡淡地说道 所以我们今天的谈判 虽然你我工作于暗桌两端 但实则上并不是平等的 因为我们两人之间的谈判 不是我们要结束战争 而是你们来向我大汉齐和 汉王殿下 为何如此的咄咄逼人呢 这一场战争 我们的损失惨重 可大汉却也不是毫法无损 你我双方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只怕会是两败俱伤 谁也逃不到好处 是吗 这一点我还真没有看出来 我看到的只是你们秦军在李县 王霄覆灭之后 精锐军队损失大半 如果我大军此时全力攻击 秦国只怕轻浮就在翻掌之间 汉王殿下此话可就是言不由衷了 例如渐渐定下心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汉王殿下还会有心情陪我这样一个老头子 在这里闲话 既然双方都有停战的意思 那么我们何不免拒这些不必要的威胁 而直接进入主题呢 李大家 这你可就错了 想来李大家这些年来 一直都在研究我大汉的国策 对我大汉的发展一定是颇有心得 那么就应当知道我大汉秉承的是民为重 设计次之 军在次之 我们大汉的确有结束战争的意思 但并不是我们认为在军事之上对秦国无可奈何 而是因为我大汉百姓 在这一次你们突然袭击之下 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如果战争再继续 那么我大汉百姓将要承受更大的损失 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大汉立国的最根本一条 就是让治下的百姓活得更好 所以我愿意坐下来与你们谈一谈 但是有一点请李大家记住 如果不能让我们满意的话 我们大汉的百姓 也有承受更大牺牲的能力和心理准备 直到将你们秦国打得再也无法在这片大路上立足 李大家应当明白 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 我不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或者汉王殿下并不了解我大秦动员能力 如果我大秦全体动员 便是再调动百万大军也不是问题 一百万大军和一百万军队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人多便是赢的战争的话 那高某人这十余年来的战争 可就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李大家不是领兵的将领 也没有入朝真正的治下过政事 您可知道当真要动员一百万大军 需要多少人来进行后勤支援 每天需要多少消耗 给这些军队吃什么 如果真动员一百万大军的话 秦国今年的秋收怎么办 让粮食烂在土地里 听到高远说了这些 李如确实有些瞠目结舌了 正如高远所说 他在秦国并没有真正入过朝堂 做一件具体的事物 他所做的都是那些高无见离 刚领性的东西 说到这些俗事 他的确是不太懂的 汉王殿下大概不明白 一个建国数百年 底蕴深厚国家 破釜沉舟的决心吧 李如自然不能就此侥幸 这个我自然是明白的 不过眼下大秦 恐怕没有破釜沉舟的能力吧 贵国王上身体可还好啊 不知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高远紧紧盯着李如的眼睛 话语像刀子一样 弯着李如的内心 李如瞳孔收缩 秦武猎王因为李信王霄败王 王俭顿走的病情恶化的消息 一直都是秦国最高级密 能知晓秦武猎王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人 除开有限的几个心腹之外 根本无人知晓 高远是从何处得来消息 你 你怎么知道 李如脱口而出的话 让高远身体微微厚仰 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浅笑 君子可欺知以方 像李如这样学书大家 又不理俗事 对于这些小谢两 果然不能做到不动声色 如果换作是范遂来谈判 只怕高远这样的试探 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我本来还不确定 但我现在确定 你诈我 李如大怒 一张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也亏得他涵养极好 没有跳起来 吐高远一口 也算不得诈 本来我就一直在猜测 清武猎王一定不能支持太久 你大家想知道 我们这样想的原因吗 远问其想 李信 王霄 他们虽然败了 但秦军仍然恶守山南郡 陆超盟式麾下 还有十好几万大军 我们与楚国也正打了不可开交 秦军在这个时候 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如果秦国敢于一搏的话 只要在魏国 余扬两地 正面击败了我的大军 反败为胜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是你们积极地开始撤军了 这是为什么呢 李如没有作声 最大的可能便是 秦国内部出了问题 这一仗即便有可能 你们也无法打了 但是秦国内部会出什么问题呢 大王子被刺死 秦武列王一直不放心 蒙氏被调到了魏国方向 二十万大军一分为二 留在秦楚边境的十万大军 交给周豫 周豫此人能力是有 可是在秦国并没有根基 除了依附秦王 做一个忠心耿耿的狗之外 根本没有可能搞出什么乱子来 而蒙氏呢 却又在这个关键时刻被调回咸阳 军队交给了陆超 这些都已经很充分的说明问题了 秦武列王对于秦国朝堂 军队的控制 可以说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以 秦国本身是不大可能出现不稳定因素的 唯一不稳定的 便是秦武列王本身 看着侃侃而谈的高远 例如心中悍然 从这些本来联系不到一起的事物 高远居然能猜到 秦武列王的身体出了问题 果然是一个妖孽 而且说实话 李大甲 你学问很好 但谈判却不是你的长相 如果是范衰嘛 更让我觉得正常一点 但偏偏来的却是你李大甲 这说明范衰根本无法脱身 但初开了范衰 秦国现在也着实找不出什么分量的人 来与我大喊谈判 李大甲变成了不得已的人选 所以这一切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 秦武列王 命不久矣 所以李大甲 秦国的确有能力进行一场 破釜沉舟的国运之战 但却不是即将即位的四王子盈盈能完成的 现在你们最大的任务 应当是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吧 这才是你们急于结束战争的真正原因 你说的不错 那既然如此 李大甲就应当明白 这一次谈判的双方并不是对等的 所以如果秦国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诚意 那么战争便会不期而至 相信您来的路上 也已经从陆超那里知道了现在秦国面临的局面 我大喊东方野战军 北方野战军 中央野战军 以及青年禁卫军团一部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而在朝堂当中对秦继续作战的讨论 也一直在进行呢 大议会也将在不日对此进行讨论 如果你大家这一次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答复 我就不能在大议会上 说服那些大议员们停止对秦作战 很简单 我需要拿好处去让他们闭嘴 大议会 你如深深吸里口气 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借口而已吧 大汉王国难道不是你一言而诀 现在我自然在大汉王国可以说到做到 一言而诀 但大议会是我一手弄出来的 我自然不会亲自去破坏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大议会决定的东西 我一定会坚持支持 李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我们以后可以好好地来讨论一番这个东西 对于与李大家这样的大学问家讨论学术问题 我高某人一向是很乐意的 在我继承综合大学 汇集了这天下绝大多数的学术流派 自然也会欢迎李大家前去交流 去自然是要去的 不过却不是现在 对于李如来说 汉国有太多他无法理解的东西 比方说在学术之争上 在他看来 学术之争优胜于国家之间的争斗 这期间流的血亦不在少数 像在秦国便是如此 这几十年来 秦武列王为了一统国内学术流派 就杀了不少与李如对立的学术大家 直到国内再无人与李如竞争 但相反的是 在汉国 高远虽然以蒋家全的学术为治理之术 但却并不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 甚至在继承综合大学 聘来了不少其他学术流派的领头人 开始讲学 并且不定期的在继承综合大学 进行学派之间的辩论 而作为大汉王国首席议政蒋家全 也曾多次出席这种辩论 与对手们唇枪舌战的进行辩论 用大汉王国国王高远的话来说 那就是吃有所短 寸有所长 有竞争 才有进步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 春蔓延 这对于高远这种 各家流派 争得不亦乐乎的局面的总结 李如曾经以为 汉国会因为这些 而引发一些内部的不稳定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那好 等到大秦不在的时候 相信你大家会有兴趣 去我那看看 只怕 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汉王殿下 你们已经获得的够多了 汉帝归了你们 魏国也已经被你拿下 要太多 有可能吃不了会撑着 汉帝是你们送给楚国 所以我们是从楚人手里抢来的 而魏国本来就是我们的 李大家 难道你要拿我们自己的东西作为赔偿物给我们吗 这也太不厚道了吧 我毫不怀疑 当我将你的这个条件 讲给大议会的话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 做出开战的决定 那你们想要什么 看着李如 高远新道这位学术大家 果然不是一个适合谈判的人选 对于我们来说 土地不是问题 我大汉够大了 高远脸色也变得严峻起来 但这一次 秦国主动挑衅 对我大汉动武 给我大汉王国造成巨大损失 陆超临去之时 在于阳境内实行烧光抢光二策 想了李大家也有所耳闻吧 于阳数十万百姓 如今无家可回 无饭可食 难道不是需要赔偿吗 这就是战争的代价 也是战争的附属 从古到今 也没有因为这个而赔偿的 过去没有 不代表现在不能有 过去没有大汉王国 可现在却有了 高远上身前卿 保持对李如的压力 我们的要求是 一千万两白银战争赔款 一千万两 你穷疯了吧 听到这个数目 李如惊呆了 我是很穷 但我没疯 高远坐了回去 我想现在 也只有大笔的银两 能让我们大议会平息怒火 因为现在他们正为了银子 而坐立不安呢 在基石郡我们伤亡数万人 大批鸡江收获了 良田毁于一旦 而在渔阳我们不但颗粒无收 而且重建家园 更需要海量的银两 而魏国 寒帝 李达家 这些地方也被你们 秦人糟蹋的不成样子 是我说句不中听的话 你们秦人似乎更适合破坏 而从来不知道建设 我提出这个数目 是我们经过仔细计算的 勉强可以让这些地方 恢复到战前水平 您要不要看一看 我们户部做出来的预算方案 那上面一笔笔的银两 可都是实打实的 高远招了招手 一边的河未远踏步上前 将一叠叠厚厚的侧子 放在理路面前 可我们在基石郡 伤亡的人数远超你们 十五万大军都没有了 因为战争是你们挑起的 所以你们必须要承担 这样的痛处 我没有义务替你们 秦国的伤亡考虑 作为胜利者 我只会考虑本国问题 至于你们要如何 处理国内的事情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们拿不出来 例如强压的怒气 这个数目 没有哪个国家能拿出来 你只是要逼我们 与你决一死战 宁可欲遂 不畏瓦全吗 高远哈哈一笑 秦国数百年家底 居然连这点数目 也拿不出来吗 李大侠 看来你的治国之策 很有问题啊 我们大秦 的确拿不出这么多钱 但却也不欠钱 你的大汉欠了多少钱 国库里可有余粮 高远瘫了瘫手 有时候能借到钱 也是本事 如果不是因为 你们挑起的战争 我相信我的大汉 用不了几年的功夫 便能轻轻松松地 拿出一千万两银子 都是因为可恶的战争 帝大家 你们既然敢于挑起战争 那就必须要承担所有后果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只怕是你们这块玉 真的会碎 而我这片马 却会好好的 我们拿不出来 李如被高远的威胁 顶得是哑口无言 现在的大秦 的确经受不起战争 秦武猎王挺不了几天 而新王上位 没有几年的功夫 很难理顺国内的事情 数目能不能少一些 好 那就五百万两 一口价 高远却比李如想象的更爽快 降价之快 让李如瞠目结舌 当然 银子少了 就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补偿 您说是不是 你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首先 便是秦国允许我们汉国的商人 没有任何限制地 前往秦国贸易 秦人不得向他们收税 而且提供安全的保障 这个没有问题 高远心中偷笑 李如这样的谈判对象 果然是令人愉快呀 他根本就不了解 这里头隐含的东西 因为汉国强力抑制土地的兼并 采取国家赎买等政策 从地主手里将土地购回 然后低价出卖给无地百姓 这使得原来的地主阶层手里 拥有大量的现金 为了让这些死钱变成活钱 地主们只能将钱投入到商业之中 大量的银钱的涌入 使得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强烈的竞争 又使得商业主们 想尽办法降低商品的成本 让高远高兴的是 这些商业主们 开始新技术的开发 而且在生产方面 也各处齐招来降低成本 让汉国商人免除睡前进入秦国 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真正的目的 在于让汉国大量低成本的商品 流入到秦国 从而对秦国本土的产业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从一个商品 极度发达的 后世穿越而来的人来说 高远就算仅仅知道一点皮毛 也知道这么做的危害性 这会让秦国大量的 家庭作坊的小商业者破坏 从而对秦国经济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让秦国在经济之上 一步一步的陷入更大的困境当中 当然 像李儒这样的人士 根本不可能懂得这里头 隐藏的陷阱 和了解这里头极大的恶意的 第二 山南军贵国是肯定不会归还我们了 但是戴军却是我们一定要拿回来的 据我所知 戴军现在 我国已经将他归还给了赵国 我们无法将他归还给你们 你们给的不是赵国 而是赵琪而已 我们会自己拿回来 但秦国不得介入 要我们答应这一要求 那也要请汉王殿下 答应我们一个要求 那就是赵国内政 你我双方都不得介入 完全没问题啊 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 我想赵国的存在 会让我们双方都更有一些安全感 不是吗 汉王殿下 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当然有 你我双方 除开签订和平协议之外 我想有必要再签订 另一份同盟协议 那就是秦汉集盟 而我们集盟的原因 便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楚国 我们要求秦国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楚国发起进攻 现在我们没有力量 向任何一个国家 发起另一场战争 汉王殿下应当很清楚这一点 或者你们只需要做出一点姿态就好 不过我想周玉一定不这么想了 当然 你们如果真向楚人发起进攻 抢到多少 那都是你们的 我们抢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 如何 我想你们一定会对这个感兴趣 楚人更没有能力 应对我们双方对他的夹击 好 我答应你就是 不过汉王殿下也明白 我们现在的处境 何时出兵可就说不准了 这个自变 这便是我们所有条件 你大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 李信败王 王霄败王的消息 经秦国朝廷正式公告之后 整个秦国都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这是数十年来 秦国遭遇到的最大失败 秦国武库打开 开始武装 咸阳之内的青壮 街道之上 行走着的基本都是 刚刚穿上 秦国军装的士兵 或者只拿着武器 连统一的服装 都没有的青壮 由于还没有发布 全国动员令 除了咸阳周边地区 其余的秦国地区 都还在紧张地 等待着咸阳的命令 但整个国家 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极其紧张的 气氛当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而比咸阳气氛更低沉的 却是黑兵台 那座庞大的宫殿 秦武猎王的 亲兵队伍 轩一卫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将这座宫殿 为的是水泄不通 能够畅通无阻地 走上台阶 推开那厚重大门的 只不过寥寥几人而已 八月初三 对于咸阳人来说 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他们的军神李信的官果 由汉国一队士兵 护送过来 回到咸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队汉军士兵 在夜晚抵达 与城外交接了李信的官果之后 便由秦国士兵护送 离开了咸阳 当太阳自东方升起的时候 李信的官果 方在秦兵的护送之下 进了城 四王子营营为首的 满朝文武出营 营营亲自扶官 李信的官果 植入咸阳王宫 被抬到了黑兵台 那巨大的宫殿当中 摆放在了 清武烈王的床榻之前 清武烈王的身体 已经完全垮了 甚至连从床上 坐起也不能 看着放在床榻之前的 巨大官果 清武烈王老泪纵横 伸出手去 扶着冰冷的官果说 李信 是我害了你啊 当贺兰兄自带军 成功撤退之后 我就应当 听从你的劲 放弃这一次经过 是我 抱了侥幸之心 让你继续前进 这才酿成今日苦酒 我不知道你死前 是不是在测怪我 可是我知道自己时间 已经不够了 莹莹虽然不错 但比起高远来 却仍然不足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 将高远击败 留给她一个 更容易应对的局面 喃喃自语的清武烈王 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 李信 你傻呀 就算到了那个地步 以你的能力 你平安逃回来 也不是问题 你怎么不明白 你一个人 便抵得上十万兵 你怎么为了 那么一点点希望 便拿命去搏难 你为什么不逃 哪怕十万军队都覆灭 但只要你能回来 我们再见十万兵 又能是多大的事情 贵夫在一边的盈盈 亦是悲声大作 父王 前瞬变 清武烈王瞪大眼睛 看着光过 他与李信的感情 又如何是盈盈能够理解的 李信自小便一直跟着清武烈王 在那个刀光剑影的年代里 李信一次次出生入死 与清武烈王一起闯出了一片天地 辅助着清武烈王登上了大秦王位 而在清武烈王初登王位前几年 便是李信率兵在外 一次次击退其他六国对秦国的进攻 确保了清武烈王的秦国安稳 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胜利当中 秦国一步一步的开始强大起来 李信 于清武烈王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属下 更是一个可以生死相托的兄弟 陛下 大将军已经去世良久 还是尽早入土为安 朝廷之上已经拟好了下葬大将军一切细节 死亡死也已经过目 臣请下葬大将军 范遂向前一步 跪倒在地 不急 我也熬不了几天 就将大将军的官果放在这里 等我死后一击下葬 便将他葬于我的陵墓之旁 这 范遂一下子呆住了 王上 不必再说 这件事就这样罢了 我还勉励撑着吊了一口气 就是想等蒙氏回来 等李先生回来 是 范遂低下头 王上 据宋李大将军的汉军军官说 王乔大将军的遗体 也会在随后送回来 关于王乔大将军的后事如何处理 王乔回来之后 随便找个地方葬了吧 王家家人现在已经尽数下到狱中 全部发配到山南郡城 王上 这 是不是太严苛了一些 王乔的过去的功过且不说 可最后 他是为国捐躯啊 清武猎王没有理会范遂 而是有些艰难地转过头 看着盈盈 王乔是我大亲豪祖 这一次下遇的只是王乔的直戏亲属 等我死后 你登上王位 第一件事便是下令面舍王乔 将他另行风光下葬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盈盈和范遂的身体都是一阵 不可思议地看着清武猎王 清武猎王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我要死了 一个要死了的人不怕别人说我昏庸 说我苛刻 但你不一样 盈盈 你与我不一样 我在位数十年 一向以铁腕之政 而你继位之后 则要以宽人为主 只要没有人挑战你的王乔和同志 能容忍 则要尽量如人 知道你觉得能掌控朝堂能力 儿子明白了 盈盈垂泪 周瑜与谭峰两人掌控十万大军 这两人在大秦并无根基 回下大将 竟是我大秦的军将 他二人没有能力影响我大秦的朝政 所以他二人只能紧紧地依靠着你 依靠着我大秦的王权 否能一展身手 所以这二人是可以信任的 鲁朝自不必说 你与他共事日久 此人与大汉国王高远之间 贤喜破身 这里头 不仅是高远利用七母夺得山南郡 并害他下狱这点矛盾 更多的是 鲁朝不想一个从小他就瞧不起的人 居然能凌驾于他之上 所以鲁朝最想的就是将高远掀下马来 再重重地踏上一跤 鲁朝在军事之上经过这些年的魔力 已经颇为成熟 虽然比不得李信的大局官 也比不得蒙使的沉稳 但在战术的运用之上 则不下于此二人 一可重拥之 儿臣记得了 这两支部队是现在大秦的公固力量 咸阳三万选一位在你回来这一年中 你都已经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记住 这支部队绝不可离开咸阳 我已经派李先生去汉国与高远谈判 我想这一次 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许多屈辱条件 尤尤 你记住 全部答应下来 忍辱负重 卧心长胆 不需要我再教理 你起码需要十年时间来重振我大秦 在练出一支强大军队之后 才能再出汉谷官 是 钟离是个信任的 范遂可多大事 对外竭力支持赵琪对抗汉国 楚怀王这一次定然是被高远打怕 所以在短时间内 说不定会对我们反隔一击 如果他敢动 那你就要不动则意 一动就要将楚国打得再也不敢希望 但你记住了 盈盈 你走了策略是连楚连兆一起抗击汉国 因为楚怀王虽然会用 但他麾下黄蟹蛆虫等人 都是极不错的人才 他们会看到汉国现实的威胁 现在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 都已经无理单独对付汉国 但如果联手起来 却又比汉国要强 儿子会牢记这一点 国与国之间 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 利益相合在联手 利益相波则 刀兵相相 如果掌握好了其中的度 你可以多多请教 范相宇李先生 父王 李先生为我大秦制定的国策 儿子觉得有问题 蒋家全服侍汉国才多少年 汉国如今就已经走到如此地步 如果是我大秦 那又如何 你错了 蒋家全能走到如今这一步 与汉国所出的特殊环境有关 如果我们一葫芦画瓢 只怕画虎不成反雷拳 治国方略国之大 刚万万不可轻易动摇 不要看着别人好 就认为自己也可以做好 记住了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听着青武猎王的话 盈盈虽然有些不服气 却也不敢反驳 你们都下去吧 记住我今天的话 众人叩头 无声地退出黑兵台 站在黑兵台外 高高的台阶之上 范随有些担心地 看了一眼盈盈 四王子 刚才大王的话是治理名言 我大秦实行李先生所致的 治国方略 已经有数十年间 从上到下 早已自成体系 盘根错节 轻易动不得 出一而发动全身呢 范先生 我记得你并不是李大家的学生啊 盈盈没好气地看着范随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看得更清楚 蒋家全与高远那一套 与我们大秦是行不通的 适合我们就是最好的 四王子 汉国那一套我们是学不来的 只能另想办法 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盈盈点了点头 向下走了几步 突然回过头来 范相 盈大将军回来后 父王会怎么安排他 范随深深看了一眼盈盈 目光之中闪过一丝异色 臣下怎么敢 妄贼王上的心思呢 看着范随匆匆而去的背影 盈盈却突然明白 范随没有说出来的真相 王上 我回来了 蒙氏贵服在 秦武列王的床榻上 低声说着 半嗓没有听到回音 抬起头来一看 秦武列王靠在 靠枕之上 双眼微闭 竟是昏睡不醒 他将探寻的目光 看向一边的老侍卫 老侍卫抚下身子 在秦武列王的耳边 低声唤道 王上 王上 蒙大将军回来了 连换数声 秦武列王的手指 微微动了一动 眼睛也睁开了 看到床榻之上的蒙氏 浑浊的眼神 闪过一丝光芒 但却一闪而没 君臣两人沉默片刻 秦武列王终于开了口 大将军 这些年你可恨过我 听到秦武列王的话 蒙氏身后侧立了钟离 身体不由一阵站立 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 蒙氏抬起头来 恨过 王上 我蒙氏这一辈子 自问忠于大秦 从来没有做过一件 对不起大秦的事 但自从您继位之后 便将我扔在一边 不闻不问 虽然我统领着二十万大军 看似风光无限 可实际上 根本就被架空于朝廷之外 这些年来 您不一余力地 往我麾下的军队之中 调牌人手 一次次想架空于我 王上 难道就是因为我在您当年的即位之中 保持沉默了吗 蒙将军 蒙氏身后的钟离 被他这一番话吓得浑身颤抖 想要出声阻止 但秦武猎王只是翻眼看待一下 钟离便吓得闭上了嘴巴 仅仅是沉默吗 秦武猎王艰难地笑了笑 抬起一只手招了招 身后的老侍卫捧过一个匣子 递给了蒙氏 这些东西 只怕你已经忘了 或者你认为当年收这些东西的人已经将其毁了 所以你就理直起床地质问于我 蒙氏打开匣子 拿起其中一封信 只扫了一眼 信封之上的提款 以时面色骤变 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当年如果不是盈腾冒着生命危险 去了你的郡中让你举气不定 当年大秦铁定便有一场大乱 你的确是忠于秦国 但你却并不是忠于本王 但即便如此这些年 我也一直让你待在秦楚边界 让你统呆二十万大军 纵观史书只怕除了本王 也没有哪一个君王有这样的魄力 你是一头猛虎 但我自信可以驾驭得了你 事实证明我没有做错 这二十多年你替大秦牢牢看住了楚国 特别是最初几年 或者你是想将功折罪吧 还是有心思打几招 让驱冲在你的手下接连吃了几个败仗 终于换来这些年秦楚边境上二十年的安稳 也让当年六国联军无功而返 蒙氏顿手无语 如今我要死了 莹莹还小 陆朝在军中资历也浅 终于与谭峰更不用多说 都是外来户 有才无德 他们都不可能压制的助力 蒙氏豁得抬起头 看着秦武列王 而钟离更是扑通雨声跪倒在地 王上 臣以全家性命担保 蒙荡将军对大秦忠信无二 秦武列王呵呵一笑 没有理会钟离 而是看着蒙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李信还活着 有他压着你 我倒也放心 可现在 李信也没有了 所以我不放心 蒙氏脸色惨白 重重地扣了一个头 臣明白了 还请王上 困书臣的家人 我已经写了王命 盖过的印章 东西现在就在范碎手中 你的两个儿子被封为猴 蒙氏一族 不会因为你的离去而衰败 相反 他们会在盈盈的手下 为你蒙氏一族 创造更光辉的前景 我知道你的两个儿子 在领军作战之上 很有才华 蒙氏脸上惨白见去 一丝丝嘲吵红 扶上面旁 蒙氏生前没有得到 王上的信任 是我自己做错了 那么臣死后 愿与李信大将军 一左一右 成为王上的左膀右臂 秦武列王呵呵地笑了起来 笑了几声 又骤然的咳嗽 从嘴里喷出点点烟红触目惊心 好 很好 李信将下葬到本王的秦陵当中 既然你这么说 那便再加上你一个 你一个满意 臣 万分满意 蒙氏大声说道 与李信一起葬于秦武列王的秦陵当中 便是对蒙氏一族最大的保障 你在军中数十年 临去之时 可有什么得力的人选推荐给盈盈 我相信你的眼光 不要跪着 就坐在我身边吧 蒙氏一失 盘西坐于秦武列王的床榻之前 臣以为 王上是想为四王子 寻找下一个底信 路超虽不错 但心胸却不够开阔 这就局限了他的未来发展 或者与局部战争之中 此人能谍出其招 为大秦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但在大战略方面 却难有大成 此言甚是中肯 原本我以为让李信撑上十年 十年过后 路超或许能成长起来 但现在李信却先我们而去了 至于周玉 虽有才 战略目光也有 但耳根子太软 不够果敢坚毅 坐视拖拖拉拉 瞻前顾后 比之路超有有不如 秦武列王点头 谈封此人有才 战略眼光 正如王上所言 却是有才无德 而且此人甚有野心 大秦现在重用此人 但一旦渡过危险 此人一定要出去 否则将来必成为大秦之患 听你这么一说 林子之前中有几人 竟是无一人能撑起大局吗 秦武列王有些自嘲 指此大秦危难之际 王上重用这几人也没有错 至少他们能撑起大秦 现在的局面 不至于坍塌 但从长远考虑 则应当令则两将 为四王子保驾护航 你认为 谁不错呢 可惜王俭不知下落 否则此人当是不二人选 难道大将数十万大军 成千上万的将领之中 竟无一人能担此重任吗 王上 陈建一人 不过此人现在官职 却还远远不够 谁 不会是华镇吧 秦武列王嘴角 浮起一丝笑容 华镇脚上面 几位尚且不如 如何能担起如此重任 陈推荐的是现在 尚在陆朝手下为将的白起 只是他现在 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将军 白起 这人我记得 歼灭赵国十万河东大军 便是此人 藏匿于韩谷关下密道之中 一举冲突韩谷关 升福赵秦 后来又在长平 坑杀了数万赵军将士 那位将领 是吧 不错 如果说未来有一人 能撑起大秦 必为此人无疑 我相信你的眼光 秦武列王点了点头 转头对的老侍者说道 你马上去传我亡灵 调白起进咸阳 兼任悬疑魏统领一职 统带咸阳三万悬疑魏 是 老侍卫转身 离开了大殿 我也累了 你们也下去吧 秦武列王疲惫地 闭上了眼睛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五百五十九集 蒙氏与钟离两人 向秦武列王扣了一个头 连妹踏出了大殿 听到沉重的宫门在身后响起 钟离停下了脚步 抬头看着渐渐奚落的夕阳 蒙氏 你 你当真就心甘情愿吧 哼 不然怎么样 钟离 如果我说我要造反 你会跟着我吗 钟离别过头去 看向另一边 你瞧 这就是现实 我能有这个结局已经不错了 以前我还侥幸过 但今日王上彻底击碎了我最后的希望 我不得不承认 王上是我大秦史上最英明 最有心胸的君王 可惜 我不能像李信那样得到他的信任 当然 这也是我自己的错 当年我没有认清谁才是真正的主子 如今我能用我一身换来蒙氏一族的平安 甚至于几十年上百年的荣华富贵 何乐而不为 看着钟离眼圈有些发红 蒙氏豪爽大笑 你我都是军人 何必做此小而壮 钟离 年轻时你我在咸阳城中放了刑害 今日可愿陪我再去年少轻狂一回吗 都已把年纪了 还怎么年少轻狂 也罢 只要你愿意 我便陪你 两人走出王宫 钟离立即招来一人 福尔低语几句 那人脸露惊恶之色 略以迟疑之后 仍然快步离去 这一夜 咸阳城中最有名的烟花巷 突然被黑兵台人清援 这一夜 这个巷子里所有的九四青楼 都只接待了两位客人 一个是清国大将 蒙氏 一个是黑兵台的老大钟离 历日 蒙氏大醉而归 至红日高声之际 蒙府之中哀声大作 蒙氏 抱病而亡 几乎就在蒙氏 报王的消息 送到公众之时 黑兵台的秦武列王 在盈盈的痛哭声中 一离开了人世 一时之间 秦国国内人心惶惶 秦武列王 李信 王霄 蒙氏 这些秦国老一辈的顶梁柱 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去 让所有秦国人都有一种 大祸临头的感觉 直到韩古关传来大将军陆超 率领十万大军 已经安全退回到韩古关 咸阳这才稍稍的安定了一切 秦武列王赫崩 四子盈盈即位 唯秦威王 一声清脆的哭声 从房内传来 门外 正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转来转去 一扇都几乎 汗湿的高远 一下子跳了起来 冲到门边 举手正欲敲门 门却哗啦一声 从那里开了 用力过猛 一掌拍空的高远 向前一窜 险些撞到屋内人的身上 高雄哥你干嘛 贺兰燕两手一撑 顶在高远胸前 将她的身体撑住 娇臣问道 行没事吧 她还好吧 高远急切地问道 听到高远的问话 贺兰燕眼中的神色 确实有些复杂 要是星儿知道你 这时的第一句 是问她还好不好 她肯定会感动得 大哭异常的 你废话什么呀 放心吧 星儿好得很 而且要恭喜大哥你了 咱们高驾 又添一位小公主了 贺兰燕笑起 在她身后 夜惊儿怀抱着一个 墙宝走了出来 高大哥你放心吧 有惊无险 这小丫头啊 可不是省心的货 将他娘 可折腾得够呛的 来 快看看你女儿吧 喂 你别进去 这是产房 里头几是血腥味 你个大男人 闯进去干嘛 不吉利的 夜惊儿微吼了一下 要闯进去的高远说 高远笑了一笑 伸手从夜惊儿的怀里 接过孩子 看着小娃娃 精致的小脸伸出一根手指头 轻轻刮了刮小家伙的鼻子 哟 小家伙啊 向来长起来 可好好笑出你娘 为了生你 你娘可吃了大苦头 静儿 你瞧瞧 这小家伙是不是挺像我的 瞧这眼睛鼻子 还有这额头 一边贺兰燕却大笑 高大哥 这小丫头 明明就像心儿 哪里像你啊 像心儿将来才是一大美女 要是像你 那可够呛的 哎 怎么 我很丑吗 高某对自己的相貌 还是挺有自信的 纵然谈不上人中之龙吧 那也是相貌堂堂 看着高远一副 自我陶醉的模样 贺兰燕开心的又笑又跳 好了好了 好了 高大哥 给小丫头 取个名字吧 叫高宁 我姓高 心儿姓宁 高宁 我要抱我妹妹 我要抱我小妹妹 一边的高志远 急得一跳一跳的 想要看看爸爸怀里的小妹妹 不过高远对于他来说 显然是太高了一些 两只小手向上伸着 急不可耐 哎 这可不行 高远将怀里的高宁 举得高了一些 想要抱妹妹啊 比赛长高一些 再壮一些 我现在已经很壮了 小家伙伸出胳膊 卷起袖子 露出鼓鼓的小肌肉 爹爹你瞧 弯下腰 伸手捏捏高志远 紧巴巴的小肉 高远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不错 有点意思 一边的贺兰燕 又跳了出来 这是我的功劳 静儿姐姐生怕她 吃了一点骨 这可是我带着她 骑马五刀射箭 才练得一身肌肉啊 聂静儿没好气地 催了她一口 哪里都险着你了 燕子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去祭师郡前 我跟你怎么说的 你去了又是怎么做的 怎么还让高大哥 去当诱饵了 多危险啊 一听是这事 贺兰燕立马后退 我去瞧瞧 星儿好像都没有 丢下这句话 一溜烟地跑了 唉 没个真行 叶静儿摇头叹息 高大哥 你也太惯着她了 本色好 本色好 高大哥 跟你说个正事 叶静儿的眼睛 扫了一周围 两人深周的侍卫丫头们 历时会议地向后退开 志远和明智出身的时候 咱们大汉根基不稳 一切都在草创之中 两人出身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庆贺 这一次高宁出身可就不一样了 咱们大汉刚刚击败了大秦 在对处战场之上 现在也是节节胜利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高大哥 这一次咱们可得好好庆祝一下 也能让整个大汉分享喜悦吗 普天同庆 不过我认为这是咱们家的事吗 没必要搞得天下皆知吧 你这话要是让蒋义震听到 也一定会博你的 王无家世 家世纪国事 好 你说的对 静儿 你说说 要怎么一个普天同庆法 不过先说好了 我可没钱 叶静儿被高远的无赖相 气得笑了起来 要你出什么钱 你是咱们大汉的王 这一次为了庆贺宁公主出身 怎么的 也得大赦天下吧 那些不是穷凶极恶的罪人 该放就犯了吧 或者 为老百姓减负税 这都可以吗 高远瞪眼看了叶静儿 很无奈地说道 年儿出生 当然是值得庆贺 不过你刚刚所说两点 好像我并没有权力做出来的 这事 涉及天下 首先你通过大议会 不过据我估计 这两条肯定是通不过 你想想 除开穷凶极恶的罪犯 其他的都赦免 那这些大议员 会一定考虑到 自己家乡 又多出不少的无赖之徒 而减负减税 议员们或者高兴 但郑士堂绝对不干 要知道 蒋先生可是费了多大的劲 才通过了战争特别税 我来这一出 岂不是他们以前努力 都做了无用功 听着高远直截了当的拒绝 也惊而不由皱起了眉头 高大哥 有时候我也真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弄出 这么一个大议会出来 这不是自负手脚吗 这历代君王 可没有一个是这样干的 哪一个不想将权力 都抓在自己手里才好 哪像你啊 居然弄些菩萨 在自己头上供着 每一次我听说 为了一丁点事 他们就在大议会里 又骂又打的 心里真不是滋味 明明你一言而绝的事情 高远看着叶京儿 伸手摸着身边的 儿子的小脑袋 京儿 你不明白吗 我这是为我们的 儿子着想啊 为大汉的千秋万代着想 你所说的的确不错 大拳在手 最握美人心 行长杀人拳 那种感觉谁不想啊 可是这样一来 大拳在握 自己的确是爽快了 可是觊觎的人未免也多了些 你再想想 这历朝历代多少君王 此与非命 为什么 无非是有人想要替而代之 所以 以后 你就想咱们的儿子 当一个泥菩萨 被人供着 叶京儿不满地说道 泥菩萨 也比死菩萨好吧 再说了 我设计的这个制度呢 如果咱们儿子是英明之主 他亦能掌控主动权 如果他是一个 碌碌无为之人 那做个泥菩萨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能善始善终 不会有意外之事发生 但愿如此吧 贤头两个小子 出生时环境还不好 那也罢了 现在宁丫头 明明有这个条件 却也不庆贺庆贺 只怕星儿 也不高兴啊 庆贺自然是要庆贺的 咱不能大赦天下 不能减税 减负 那都是国家大事 咱不能一言而绝 但是咱 还有能自己解决的事啊 你想怎么庆贺 弄一桌子韭菜 咱们一家人喝几杯 我可告诉你啊 星儿现在不能喝 你和燕子两个 加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 叶静儿心情稍好一些 看着高远 开玩笑的说道 当然要弄一桌子韭菜 咱们一家人来共享 不过这地方能改一改 咱们去继承 东城门的城门楼子上去 啊 去那里干什么 叶静儿不解的问道 你不是要庆贺吗 我便给咱们的宁丫头 开一场 燕火晚会 高远眉飞色舞的说 什么什么 燕火晚会 这是什么东西啊 前两年不是以为叫 清元的道士 要给我献什么 长生不老丹吗 这家伙最后被我扣下来了 这种人 你可不要理会他 什么长生不老丹 竟是些骗人的东西 嗯 长生不老丹自然是骗人的 不过这些道士 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们炼丹之术倒是可以借用 我将它扣下来之后 让它去替我炼制一样东西 火药 那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种威力极大的战争武器 如果真能搞出来 以后咱们大汉在战场之上 必然能无往而不定 高远伸出一根手指 在叶静儿的眼前晃了一晃 这是咱大汉的绝对机密 加上你 现在可不超过五个人知道 和这跟你嘴里的燕火晚会 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因为它这两年来 我想要的东西没有搞出来 倒是搞出不少的副产品 嗯 你放心吧 我会吩咐它 好好地为这场烟火晚会 尽心尽力 顺便让咱们继承的百姓 好好地开心开心 绝对是前无古人的庆贺场面 比你的什么大赦天下 减税减负 好得多 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想 行儿也必然高兴得很 距离继承数十里外的一座隐蔽的峡谷内 一排排的石头房子 错落有致的排列其中 这里可不是什么避世的村落 而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禁地 守卫这里的 全都是来自青年近卫军团的士兵 里面住着的人 是不允许离开这座峡的 一应所需都是由外面送进去的 整座峡谷内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清源道士教徒数人了 这两年来 在高远的授意之下 监察院四处出击 坑蒙拐骗 无所不用其极 搜罗了数十名在炼丹之上 颇有造诣的道士回来 这些人在清源道士的带领之下 便居住在这片峡谷之中 专门从事火药的研究 正如高远所说 他所需要的那种威力强大的炸药 没有搞出来 副产品弄出来不少 制作烟花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不能出去之外 清源道士其实还是对这里的生活挺满意的 不再为了生存而犯愁 吃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 而且都是最好的 每个月还有数目不菲的心想 笔之以前的日子那可是上了天堂 但清源心中很惶恐 因为他一直没有做出汉王想要的东西 汉王向他描述那种东西的效果 并且承诺给他一旦做出这种东西 并是封猴也不是奢望 但两年的时间他却始终无法试验出汉王希望的那种东西 他很担心 一旦汉王失去耐心 等待自己的恐怕不仅仅是扫地出门 这么简单了 这两年来 眼看着这片山谷里的房子一间间的增加 眼看着军队越来越多 而那些穿着黑衣的监察院人员更是不时出入 清源确认 在那些后来的同行之中 肯定便有监察院的探子存在 如此大的架势 如此严密的安保 一旦自己做不出汉王想要的东西 只怕等待自己的就是灭口吧 咔嚓那么一刀下去 这啥都没有了 一想到这个 清源就恨不得将一天时间当做两天来用 没日没夜的泡在实验中 他盼望着成功 盼望着封猴 真到了那一天 自己一定要在寄城买一间大大的福底 浑俗之后 娶一屋子老婆 生一大堆的孩子 整个实验小组里的数十名道士 被清源分成了数个小组 在清源的督策之下 这些人像驴子一样 一次又一次在失败之中摸索着经验 师父 曹院长来了 徒弟一针 一头闯了进来 声音之大 让清源一哆嗦 刚刚调配好的一份配料 全都撒在地上 混账东西 曹院长又不是来了一次两次 他都是这峡谷里来最寻的人了 有什么大惊小叫的 师父 可是曹院长身边还有一个人 是汉王殿下 徒弟的声音都有些哆嗦了 胡说什么 汉王殿下如果真要来 那肯定是前呼后拥 怎么可能这么悄悄的来吗 还跟着曹院长身边 真的师父 两年前我不是跟您见过汉王一面吗 虽然过两年 但王上样子一点没变 虽然穿着一身变装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一针 你给我待在这儿啊 重新给我配一份 对了 那配份我写在台子上了 一针转头 看着台子上 顿时傻了眼 台子上的确写着各类配料 但现在却有些模糊不清 根本就看不太清楚 这可怎么搞啊 一针骚着脑袋 苦着脸 看着台子上 那一排排的 檀檀罐罐 作为这个隐秘基地 实验组的负责人 清源的居所位置不错 位于半山腰的一片松林之中 虽然外面天气炎热 但在这片松林之中 却是凉风袭袭 一进房屋 清源立即便堆金山 倒玉柱 扑通一声 跪在高远面前 草明见过王上 不必了 起来吧 高远笑着打量这屋内的装饰 还算雅致 看不出来啊 你这个野道士还蛮有情调的 不错 听着高远的话 清源背心里 汗可就下来了 王上 草明一直不敢忘了 王上交代下来的事情 这两年来 试验不下数千次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就是 就是据王上的要求 还有一点点的差距 高远哈哈一笑 你不要紧张 我这一次来 可不是为了催促你的 这东西原本就有些难搞 或者我的要求太高了 其实你们现在做出来的 也算是不错 清源咽了一口唾沫 压下内心的恐惧 王上 只要王上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一定能做出 王上希望的那件东西 行 我给你时间 而且没有限制 不过越早做出来 奖赏可就越大 高远呵呵地笑看着清源 还跪着干什么呢 去来 我这一次来 是因为天赐上一次来 你给他看了那些小玩意儿 很有趣 这一次 我要找你定做一批这些东西 一边的曹天赐 笑着说 上次我过来 你给我表演那些玩意儿 王上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烟花 想必你还不知道 王上刚刚得了一位小公主 为了清歌小公主的诞生 王上决定要在记忆上城门 举行一场烟花晚会 这些东西 便要你来主持制作 恭喜王上 贺谢王上 清源喜笑颜开 连连向高远喝道 王上放心 这些东西 王上需要多少 我这里就算不睡觉 不吃饭 也会替王上做出来 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这里已经有很成熟的技术了 可没有那么简单 高远微笑看着他 我不仅仅要这烟花 在天空中绚烂 我还要他们在空中开放的时候 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字 不仅是庆贺我家小公主的生辰 更要庆贺我大汉昌盛 永世不衰 图案 文字 清源这一下子又梦圈了 不要急 关于这些呢 我想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我有一些想法 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高远微笑着说道 我计划着在小公主满月的时候 做这场烟火晚会 所以你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 请王上多多指点 有了王上的指点 定然能让草民毛色顿开 对于这种技术 高远只不过是一知半解 但这种玩意在后世 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 一个小小的作坊便能制作出来 高远相信 只要将自己所了解的那一点点 讲给这些专业人士听后 以他们对火药的了解 应当很快便能制作出 自己需要的东西 拿起一支探笔 高远边讲边画 清源则在一边竖起耳朵 紧紧盯着高远画出来的一些图解 不时伸出手去询问两句 或者指出一些问题 没用多少功夫 清源脸上的惶恐 已经变成了绝对的自信 王上 这玩意听起来挺复杂的 但您这样一讲一话 我就明白了 很简单东西 难就难在那层薄薄的膜 没有能戳穿的呀 王上可真是天下奇才 不仅马上能带兵打仗 下马治国亦能平天下 而这些小玩意居然也如此精通 实在是让草民佩服不已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即便是高远听到这话 也是很舒服 不过是一些小道而已 我不说 你们迟早也能弄出来 清源刚刚想奉成两句 外头突然传来 治耳欲聋的一声巨响 真的两人耳朵蒙蒙的 连桌子也在地面 微微地跳动着 高远豁地抬起头 而曹天次 更是早一步窜出了屋子 随着这声巨响 隐藏在外头 松林之中的高远的亲卫 蜂拥而出 而更远处 市井的君浩之声 怜悯不绝 山谷之中 一下子喧嚣起来 炸药 终于试验出来了吗 清源惶恐的摇头 草民不知啊 片刻之后 曹天次已是如飞般地 跑了过来 王上 是清源道长 评速实验的房子炸了 威力好大 整个实质的房子 四分五裂 屋顶都给掀开了 对了 找到一个严重受伤的人 黑乎乎的 几乎看不出人形 不过还没有死 还有一口气 现在正在抢救呢 那是我徒弟一针 草民刚刚来迎接王上 别让草民 刚刚弄出了一份 方子配药给配齐 可怎么会炸呢 清源一个转身 一溜烟地 便向外跑去 高远做了一个手势 带着一众人手 紧跟着清源向谷中走 清源的实验房 此刻已经面目全非 木制的房顶 已经不一而非了 石头墙壁 也处处破损 闻到现场 那股熟悉的硝烟味 高远心中 涂得激动起来 炸药 果然是炸药的味道 真的弄出来了 清源 高远看着现场 盲人不知所措的道士 你的这份新配方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王上 这份新配方 应当不会有 这么大的威力啊 因为草民先前 小计量了师父一次 即便是加大计量 也绝不会有 这么大的威力 高远的目光 转向一边 几个大夫 正在手忙脚乱地 抢救着一个血肉模糊 几乎没有人形的家伙 若有所思地说道 看来 这个关键便在 这个一针身上 操电四 派人快马加鞭 到记城 将囚的宝招来 对了 柯远山也应当来的记城 一并给我招来 用最快的速度 这个一针 不能死 明白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 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五百六十集 站在一地的废墟当中 高远满脑子都是疑惑 看着架势 似乎清源他们的研究 已经接近完满 威力已经足够大了 可问题在于 如此大威力的爆炸 那个一针 为什么还没有炸死呢 这个一针 究竟导过什么东西呢 而这一切 似乎只有等着一针 被救醒过后 才能知道 问题的真相了 否则 一切又将回到先前 很多实验 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偶然 甚至错误之中 发现新生物的 现在看起来 这种事情 今天竟然在自己的眼前上演 看着满头大汉 一路小跑到自己 跟前着曹天次 高远从废墟之中 走了出来 那个一针还有救吗 不好说 曹天次摇着头 邱大人与科医师 已经做了一些必要的救治 暂时没有让伤势恶化 两人正在商量着 接下来的救治方案 听科医师说 这个一针伤势挺复杂的 不仅有爆炸造成的外伤 还有烧伤 以及内服 遭到了一些矩阵 各种伤势交织在一起 就很麻烦了 连他们两人也没有法子 需要什么珍贵药材 你马上到王宫去拿 但务必要让这个人活下来 明白 清元在干什么 出了这么大的事 陈下先将他软禁起来 让他将在屋里边的所有东西 一样不落地给我复述出来 包括那些东西放在什么位置等 我想这或许对我们以后探查 这个问题有帮助 做得很好 高远微微点头 现在曹天赐做事 越来越滴水不漏了 你下去之后 等邱大人与科医师两人商量完之后 让科医师来我这里一趟 不叫邱大人 叫科医师就好了 回到半山腰清元的那洞居所里 坐在窗前听着窗外松涛之声 高远的思绪已经飞到了远处 如今的大汉已经基本站稳了脚跟 随着在战场之上的接连胜利 大汉王国已经隐隐有了天下第一大国的去世 挡在自己面前的也只有最后两个敌人了 但这最后两个却也是最难对付的两个 不要小看楚国 现在楚国看起来被汉国打得节节倒退 屈晚有溃不成军的样子 但对于这个国度高远却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与自己所知晓了解那个时代并不尽相同 但有一句话却让高远一直印象深刻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这句由楚国楚南宫所说的这一句话 在最后的秦王之中的确得到了验证 这句话里包含着楚人性格身楚所蕴含那一股韧劲 现在秦灭亡楚国是不可能的了 倒在自己一手建立的大汉将灭楚定为了目标 高远可不希望将来某一个楚人也来狂喊一声 楚虽三户 王汉必楚 楚国现在如同一只睡着了的狮子 这场战争已经将他打到半梦半醒了 当他完全醒来之后高远相信这个庞大的国家 必然会爆发出让人恐惧的意想不到的战斗力 而另一个对手秦国就更不用说了 秦国军队依旧是汉国军队在这片大陆之上最大的敌人 眼下虽然似乎是将对手打怕了 但离将他们打服打垮还差得远呢 李如与自己和谈 更多的倒是一种缓兵之计 至少对于李如答应的会与自己联盟去攻打楚国 高远就相信 秦国朝堂上下绝不会将这一条当回事 甚至会嗤之以鼻 现在这两个国家最大的可能倒是抱团取暖 当然高远也没有指望对手能尊重这一条 他的重点在那五百万现银和通商之上 对于对手不尊重这一条好吧 高远承认自己在这头上留了一个小尾巴 因为到时候对秦国动兵的时候 自己又多了一个义争言辞的借口不是 大汉现在的确有了天下第一大国 但自己的两个对手可也不是尼速土捏的 一旦他们双方联合起来 大汉必将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 而且高远也很清楚 面对秦国楚国再也不可能采用吞并为齐的方式 更大的可能便是一刀一枪 一成一持真刀真枪的拼杀过去 攻坚 想想高远都觉得有些发怵 在这个时代 攻坚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两种 一种是用来人命来天 另一种就是采取长时间的围困 一座准备完好的奸城围上十年八年打不破 在历史之上并不罕见 这两种都不是高远想采用的 特别是用人命来天 大汉王国对于军人的优厚待遇 与伤残战后之后的丰厚抚恤 足以让大汉王国破产 那么在武器之上动动脑子就成了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比火药更有效的攻坚武器呢 只要将这个东西弄出来 以后攻打奸城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 轰隆一声炸一个缺口 然后士兵再沿着缺口蜂拥而入 总比搭着梯子爬墙要好上许多吧 但这种超越时代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一蹴而就 火药的配方看似简单 但要制造出威力符合自己的要求的火药 那可就难了 或者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大门传来轻轻的扣鸡之声 高远抬起头 看到来自辽西三郡的名医 也是大议会大议员之一的柯远山 正有些神色拘谨地站在门口 柯一时啊 进来吧 高远微笑着招招手示意柯远山进来 门在柯远山身后轻轻关上 柯远山单膝跪倒在高远面前 柯远山见过王上 虽然身为大汉的议员 但大议会高远是不露面的 柯远山实则上也只见过高远两次 都还是在东湖战争期间 这一次突然遭到高远的单独的召见 在面对着这位传奇的君王的时候 饶使柯远山次认心智还算坚强 仍然忍不住一阵阵的紧张 坐吧 指着指身后的椅子 高远说道 多谢王上 柯远山半边屁股挨在椅子上 须须坐着 倒似扎马步一般 那个一针 有把握救火吗 看着柯远山高远问道 没有 柯远山心惊胆战地说 从曹天次派人将各类的珍贵的药材 不要钱一般地堆到他与秋德堡面前 柯远山就明白了 眼前这个病人的重要性 可遇是如此 他便越是担心 因为这个病人实在是伤得太重了 本想说个假话 但在高远的逼致之下 画到嘴边 却又咽了回去 一场也没有吧 那倒也不是 但不超过三成 柯远山小心地答道 在他看来 三成的几率实则上 已经是为这个医针判了死刑 高远叹了一口气 这个医针对我 或者说大汉来说非常重要 王上 草民会竭心尽力地 将他救火 听着这话 柯远山只能挺起胸脯 担责任了 看着柯远山苦瓜一般的脸 高远微微笑了一笑 他的伤很重 我明白 柯医生 你原本在东湖时期 亦是东湖最有名的 仪式之一吧 小有博名而已 柯远山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看过一份报告 上面说 您与吕诗仁 就是当初燕国在东湖 那个探爹头子 后来背叛到燕国 投靠了米兰达的吕诗仁 关系很不错 高远微笑地问道 笑容将在柯远山的脸上 浑身汗水如浆 扑通一声 他从椅子上滑了下来 跪在了高远的面前 王上 我与他的关系不错 可是我们仅仅是 医术上的交流 王上也知道 吕诗仁当初 的确是东湖第一医生 我与他交好 只是深套医术而已 仅此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大燕的蝶炭 更不知道 他后来投靠了米兰达 高远一伸手 将柯远山 从地上拎了起来 不要害怕 我只是求证一下 并没有要算账的意思 我在监察院的报告之上 看到了其中有一条 显着女诗人 有一套针法 效用极佳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套针法 我还向女诗人讨教过 他这个人很奇怪 居然也不藏私 我向他学习过 只不过没有他那么精准 那个时候 他应当还没有背叛大爷 一个成天活在 刀锋之上的叠炭 同时又是一个名医 他大概也不想 自己的绝迹 有一天 因为自己的死亡而失传吧 所以这才交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大概有屡诗人的 七八成功力 柯远山肯定了说道 突然之间 他明白了什么 一下子闭上了嘴巴 看着高远半生 往上 这差的两三成 可就关乎到 一个人的性命了 哦 高远眉毛 稍稍掀了一下 屡诗人用的这套针法 可在极短时间内 激发一个人 最大的生命潜力 但他却不会将人弄死 陈下如果用这套针法 效果倒是差不多 但事后 这个人肯定是活不成了 一针本来就要活不成了 但他所知道的 对我们来说太重要 我需要他 惊醒地讲出 在爆炸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草民明白了 柯远山低着声 跪在地上 向高远扣了一个头 转身退出了门外 夜已深 月光如水 自屋顶缝隙 窗户 大门之处倾斜而来 屋内没有点灯 却在柔和的月光之下 笼罩上一层淡淡的白光 高远静静地坐在窗前桌边 他在等待着 也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曹天赐出现在门口 看着没有点灯的屋内 他微微照了一下 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打着火石 将桌上的油灯点燃 都办好了 曹天赐点了点头 都办好了 那个一针 死了 微微顿了一下 曹天赐说道 桌子之上 毒的响起了一声 那是高远搁在桌上的手 无意识地重重敲了一下桌子 灯光之下 曹天赐看到高远脸上 肌肉轻微地抽动了一下 说说具体情况吧 等一下 魏远 和魏远幽灵般地出现在门口 去把清源找来吧 有些专业上的东西 直发我们也不慎动 是 你说吧 这两年以来 清源他们这些道士 倒也有心 研制出来的火药配方 和种类也很多 但是距离王上宁的要求 一直还有差距 今天王上过来的时候 那个清源正在研制一种新的配方 得知王上宁过来的消息 清源便将正在配置的一些料 交给了一针 让他继续做完 自己则过来接王上 可是清源自己也说过 他做的那个配方 曾经实验过 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问题就在这 那个清源没有记录的习惯 每次有个新的配方 他就是随手将配方比额 写在操作的土台子上 那个一针看到的 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字迹 很多重要的配比 完全看不清 那个一针便根据自己 平时跟着清源 做实验的一些记忆 做了这样一份新的配方出来 看来他稀里糊涂 弄出来的东西 倒正是我们需要的了 高远有种想吐血的感觉 那个一针按照自己的配方 将要配出来 便按照以前清源的做法 弄了一点点台子的面 来做实验 看看威力是否有所提升 按照一针以前的实验 这点亮的爆炸 也就比一颗爆竹威力稍大一些 可是哪里想到 这一次做出来的东西 超乎他的想象之外 这么大的威力 他怎么没有当场被炸死呢 从曹天寺手里 借过一张纸 一边描着上面的东西 一边好奇地问着曹天寺 高远知道 在临察院之中 扭着不少经验丰富的 五座老手 用型高手 能辨别出很多一般人 看不出来的东西 要说起来 恐怕这也是 我大汉的福气吧 曹天寺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那一点点亮的 火要爆炸的威力 将跟前的一针 一下子就击昏了 台子后面的桌子腿 也被炸断 这桌面 却是无巧不巧地 倒在这个一针身上 替他挡住了 接下来的威力 巨大的爆炸 这一消点火药的爆炸 惊爆了这个 一针刚刚陪着出来的 其他的新药 不仅仅是这些 清元那件 屋子里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 亦然一爆的东西 那个一针 最重的其实是烧伤 看着手上的纸张 高远问道 这就是那个 一针最后的配方 是的 王上 清元道长过来了 何卫远站在门口 身后站着 勾搂着腰 才半天功夫不见 这位道士似乎 老了好几岁 这主要是吓的 王上来他这里视察 他这里却捅出 这么大的一个娄子 幸亏当初 王上不在跟前 否则王上 要是掉了一根寒毛 自己非得被剁成 肉酱不可 战战兢兢地 站在高远面前 借着油灯的光芒 看着高远 递给他的纸张 只看了几眼 清元已经 是跳出来了 这 这不是我刚刚 想出来的配方吗 你再仔细瞧瞧 与你的有什么区别 这后面的量 完全对不上啊 只有几样能对上号 还有 这里又怎么 还加了一些东西 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加了一些 我从一些植物 和特殊的石头之中 提炼出来的油脂 这些油脂也能爆燃 说着说着 清元的嘴巴 突兀地张成一个O形 整个人都僵在那儿 一真是按照这个方子 弄出来的 这么说来 他的这个方子 才是王上所需要的 按照他这个方子 你所说这个火药 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威力 正是如此 你写在台子上 那些自己模糊不清 一真看不清楚 便揣摩着自己 弄了这么一份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随意估摸的这个方子 威力其大 东西弄出来 可连自己也葬送了 王上 一真他 你猜得不错 一真伤得太重 刚刚天赐过来说 一真回光返照 也指着来得及 将这方子叙述过来 便去世了 清源将在那里 一真跟了他许多年 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了 清源无声地张大了嘴巴 眼中泪水长流 高远站了起来 拍拍他的肩膀 你们师徒一场 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是 王上 清源躬身行了一礼 转过身 亮亮呛呛地走了出去 天赐 我是不是太狠心了一些 也许那个一真 能救回一条命来的 看到清源的样子 我心里有些不好受 皇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远山说 只有两三场的把握 恐怕还是为了宽王上的心 这么重的伤势 基本没有救活的可能 我们这么做 也是让他少说了 许多的苦楚 更重要的是 我们拿到了这份 火药的配方 在这份配方的基础上 我想清源他们 很快便能研制出 我们需要的东西 有了他在战场之上 大汉军队将无往而不利 这会少死多少 大汉的剑儿 一针的一条命 能保住很多的性命 高远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只是在心里苦笑了一声 在自己与天赐看来 这的确是划算得很的事情 任何一个上尉者 在面临这种情况 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可是死去的一针 不会这么想吧 一天过后 山谷深处 清源将按照一针 所弄出来的方子 配出来的新药 装在一个瓷坛之中 再将瓷坛放在一间 临时搭成的木屋之中 一条火绳 从木屋之中延伸出来 稍远处 高远复首而立 十数名侍卫 手举着巨大的盾牌 挡在了高远身前 连高远的头顶上 也放上了数面盾牌 只是在脸部 露出了一丝小缝 方便高远 观看远处的爆炸 开始 操天赐对手拿火把的 一名侍卫点了点头 随着火把点燃火绳 一根火线 以闪电般的速度 向着屋内延伸而去 点燃火把的侍卫 一个前扑 扑倒在地 捡起先前 放置好的盾牌 将身体紧紧地 蜷缩在盾牌之下 一声巨响 硝烟似起 小木屋分成了 树块 纷纷落下 虽然隔着上百米 但众人的耳朵 仍是被震得嗡嗡作响 盾牌散去 高远看着 已经不存在的小木屋 眼中闪烁着的 是喜悦的光芒 侍卫们将一块块的 木板捡回来 放在高远面前 有些木板已经断裂 有些的得碎成了小块 在那些整块的木板之上 大大小小的碎瓷片 深深地插在木板之中 好声厉害 操天刺扎舌道 火线太快了 这个底 想想法子 最好是让它们 烧得再慢一些 还有这种新式的火药性能 稳不稳定 逆不利于藏匿什么的 在什么条件下会失效 一系列的后续工作 你要继续研究 等到一切就绪 我会再来看一看 如果能达到先前 我给你列出了诸多标准 那它就可以定型了 是 小人一定努力 绝不会辜负王上的希望 清源声音有些哽咽 也会让一针 用性命换来的这个东西 发扬光大 提到一针 高远沉默片刻 回头对何维远说 回去之后 清文兵部 以后这个地方叫做 一针研究院 专事研究火药兵工技术 保安再加强一个级别 调一个营的青年禁卫军 到一针研究院外 驻逢 内部保安 则由监察院负责 明白 在新闻户部 让他们拨钱 给一针在这里立一个铜像 要是王伍迪国造 就说是我说的 他要是不给钱 我就去拆了他家房子 卖了材料 给一针立项 明白了 清元 我以前跟你说过 你只要搞出我需要的东西 我不宁封猴 这计划仍然有效 不过现在火药仍然是我大汗的秘密 所以你这个猴也现在只能密封 等到火药正式出现在战场之上 才能公开 王上 这火药是一针配置出来的 请王上追封一针为吼 我不要 高原有些诧异 看了一眼清元 没有想到清元居然还有这份信 不过他仍是摇头 一针已经过世 而且他也没有家人遗留在世 封不封并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他的铜像立在这里 可比封一个猴也强多了 稍文湖 那么多同心 这份信用事 不正合作 改变 所以这份信用事